第1381章 天书革命池及黑暗之力 张义穿过地面上的漩涡来到了黑龙巢穴 作为一个210级的龙族地图 这应该是目前为止 张义来到一级主城这边接触的一个等级最高的地图了 之前的《影魔之城》也是210级图 不过龙族地图相比同等级的普通地图 起码要再跨越两三级 相当于黑龙巢穴是一个212-213级的普通图 此时的张义正置身在一座被黑暗笼罩的阴暗巢穴之中 张义并不知道开启天书革命的钥匙具体在哪个位置 接下来只能自行摸索 刚刚来到黑龙巢穴 好 伴随着一声咆哮 巢穴深处的黑暗中 一头巨大的黑龙飞跃而来 数据显示 LV-210黑暗战龙 物理系普通怪 12亿攻击 8500万防御 2100亿血 锁定目标 张义当即展开攻击 看着前方席卷着黑暗飞跃而来的巨龙 张义抬起浴火权杖 火球术 冰冻术 极光术 灭是绝 四道技能经过浴火龙魂的强化 轰击在黑暗战龙身上 -149亿 -298亿暴击 -147.9亿 -148.2亿 四个技能下来 打掉黑暗战龙三分之一的血 张义的目的可不是来杀怪的 为了速战速决 张义使用寒冰龙魂将黑龙速冻 随而召唤魔兽团与龙群 针对被冰冻的黑龙展开集火攻击 由龙血骑士负责抗伤 用嘲讽吸引黑龙的仇恨 一身六十星雷属性神皇套装的加持之下 总血量达到三百亿的龙血骑士 受到攻击 一个反伤就能达到一百二三十亿 而获得六十星封属性神皇套装 与六十星影属性神皇套装的亡灵弩手 跟灵魂收割者 凭借着五六十亿的输出 跟张义一起疯狂消耗着黑龙的血量 三头一接龙皇 也能各自打出六十亿的输出 而小八的伤害 无疑是全场最高的 他打出来的二百至三百亿伤害 甚至比张义都要高 如此强势的攻击之下 黑暗战龙头顶血条 飞掉不止 不一会儿 便倒闭在地 叮咪杀死了二百一十级黑暗战龙 经验值X9.6亿 来到黑暗战龙的尸体旁边 张义弯腰捡起掉落在地的五百左右金币 随而施展C及摸尸术 成功摸取了一块C及黑龙肉 就在这时 张义诧异地发现 在这头黑龙的尸体旁边 居然掉落了一把银色的钥匙 张义捡起钥匙 天书阁密池 特殊道具 描述 能够用来开启天书阁的钥匙 需要吸收黑暗之力 才能激活 黑暗之力 百分之零 居然这么容易 就得到了天书阁的钥匙 张义有些诧异 不过钥匙后面的注视 也让张义明白了 找到钥匙 还不是关键 关键是 还得激活这把钥匙 不然这个钥匙 肯定是没法开启天书阁的 只是不知道 怎么给这把钥匙 吸取黑暗之力 难道是在黑暗战龙身上吸取 张义尝试着用天书阁密池 靠近地上那头黑龙的尸体 可是没有一点反应 张义便跨过这头黑龙的尸体 继续深入黑龙巢穴 不一会儿 黑暗中又有两头黑暗战龙飞了出来 张义引领魔兽团与龙群继续战斗 三下五除二 解决了两头黑龙 张义意外发现 这两只黑龙 居然都掉落了天书阁密池 一下子 张义又收获了两把密池 当张义捡起这两把密池时 张义忽然在密池上面 看到了一个是否融合的标识 张义试着用一把密池 融合到另一把 然后点开钥匙信息发现 黑暗之力的进度 上涨到了0.3% 原来获取黑暗之力的办法 是融合密池 张义又从包里 拿出刚开始的那把密池 进行融合 果然 黑暗之力的进度 从0.3涨到了0.9% 显然 只要达到100%就能激活钥匙 激活钥匙的方法确定了 看来今晚 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 于是 张义开始深入黑龙巢穴 大肆猎杀黑暗战龙 以张义的实力 210级的龙族怪物 在他手里 也是不堪一击 随着张义 越发深入黑龙巢穴 一只又一只黑龙被斩杀 张义发现 每一只黑龙 都会掉落密池 而融合一把密池 就会增加0.1%至1%的激活进度 张义杀龙的速度很快 一个小时不到 就将密池的激活进度 增长到了100% 激活之后的密池 信息后面又多出了一个标识 使用密池能够进入天书阁 玩家必须时刻持有密池 才能在天书阁中生存 意思就是 一把钥匙 只能让一个人进入天书阁 到时候 张义一个人进入天书阁 肯定不行 毕竟要应付的 可是一头220级六阶 署名龙皇 就算是虚弱状态 也不可能是现在的张义 一个人就能应付得了的 得有邢天义气 绝尘跟胖子他们一起 才有一丝剩算 于是 在激活了一把密池之后 张义并没有撤离黑龙巢穴 而是继续猎杀黑龙 收集密池 然后再继续激活第二把密池 直到凌晨两点多 张义终于成功激活了四把密池 四把钥匙 可算是够了 睡意浓郁的张义 便离开黑龙巢穴 回到了曙光城 经过一夜的休整 次日早上八点 张义秉持着充沛的体力睡醒 趁着早餐期间 将天书阁密池 分别交给邢天 一起绝尘 与胖子三人 无需多言 只是看到密池 邢天就明白过来 终于准备对天脉龙皇动手了吗 嗯 张义说道 220级六阶龙皇 不容小觑 而且这次 我们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应该没问题 一起绝尘说道 他目前是处于虚弱状态 我们先进入天书阁 把他引诱出来 然后再用人海战术拿下他 张义也是这么想的 带上行天跟胖子他们 只是为了确保 能够顺利将天脉龙皇 从天书阁里引出来 然后再动员龙族的力量 在天书阁外面 干掉天脉龙皇 如此计划 早餐过后 众人便开始行动 寻着地图指引 张义率领龙族一万精锐之师 赴往天书阁 人太多了也没用 一万人 也就差不多了 而剩余的二十九万人 则是跟昨天一样 继续进军 妖兽山脉 收集高级材料 第1382章 百倍反伤 强杀逆天战龙 早上八点 抵达目的地 LV212天书阁 这是一座巨大的宫殿 外面设有半透明的银色结界 普通玩家无法轻易踏入 交代同行的龙族万人团 在宫殿外驻守 并且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张义与行天一起绝尘 胖子四人 手持觅持 迈入了天书阁 刚刚进入天书阁宫殿 就清晰地感觉到了一股十分熟悉的气息 这气息 正是来自于天脉龙皇 鱼 于是 四人朝着宫殿深处 迈进 宫殿之中 一片黑暗 奇怪的是 偌大的宫殿里 居然没有一只怪物 张义他们 在黑暗中前行了许久 耳边才突然出现一道低沉的声音 何人胆敢擅闯黑暗龙族圣地 话音刚落 视线前方 黑暗之中 赫然出现一对泛着红光的利眼 来了 随着张义一声轻贺 身旁 行天一起绝尘他们 纷纷做好战斗准备 毫不拖沓 直接步入主题 这天脉龙皇的出场速度 着实让人欣慰 然而 就在张义 他们都以为这双眼睛 就是来自于天脉龙皇 雨的时候 从黑暗中展开双翼 飞跃而出的 赫然是一头黑色的巨龙 外貌 体型 都与曾经出现过的天脉龙皇 完全不一样 其头顶ID 显示出了他的身份 LV212逆天战龙 物理系 黑暗龙族五阶龙皇 好家伙 不是天脉龙皇 而是此前 昨晚张义在黑龙巢那里猎杀的黑暗战龙的老大 根据系统的设定 五年前 逆天战龙率领黑暗战龙群进攻人类 后来被天脉龙皇击败 逆天战龙对天脉龙皇心怀怨恨 如今因为天脉龙皇堕入黑暗 他又不得不来守护自己的同伴 往往黑暗龙族就是这么和谐 他们对敌人绝不心软 而对待友军却是非常友好 看着眼前这只巨龙 一气绝尘说道 看来想要见到天脉龙皇 得先解决这只龙吗 行天立马展开分析 五阶龙皇 没有专属称号与金色ID 充其量 一头55缸60星BOSS 已经可以单挑55星BOSS魔王的张逸 二话不说 直接开打 眼见着逆天战龙飞入有效攻击范围 张逸立马提起浴火权杖 第一时间 为自身与队友套上500层神级守护龙魂 霸王龙魂与急速龙魂 随而 挥动法杖 火球术 极光术 冰冻术 各种技能 经过杀戮龙魂与浴火龙魂的双重强化 在那只逆天战龙身上轰出一个个140亿的超高伤害 在面对那种没有免伤保护的敌人的时候 张逸的伤害永远都是真伤 因为神级杀戮龙魂面前 任何敌人在张逸眼里都是零点防御 张逸的猛烈输出引来逆天战龙的仇恨 但在逆天战龙接近张逸之前 龙血骑士顶着一身雷属性神皇套装 浑身雷电四翼冲向逆天战龙 用嘲讽吸引仇恨之后 以护盾格挡住逆天战龙的龙焰攻击 在守护龙魂90%免伤保护下 龙血骑士受到一个个仅有五六亿的伤害 而逆天战龙自己 则是受到持续性一百多亿的反伤 头顶血条迅速下降 此时 灵魂收割者与亡灵弩手 也配合着张逸展开攻击 刑天手握长剑 冲入前阵 众人齐心协力的配合之下 逆天战龙的血条蹭蹭下降 以张逸 刑天 一起绝成他们的实力 对付一支没有专属称号 也没有金色ID的普通五阶龙皇 自然是绰绰有余 换句话说 就算是张逸单挑 也能拿下这头龙皇 何况 还有刑天他们的辅助 很快 逆天战龙的血量 就掉了三分之一 而场上 在张逸的是血龙魂强力吸血治疗下 队友的血条 基本都稳定在八成左右 绝对安全的位置 这时 逆天战龙开始蓄力 仿佛在积压大招 后方 胖子迅速施法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直接定住了逆天战龙 张逸他们再次一轮消耗 将逆天战龙的血条 打到一半位置 就在这时 一骑绝尘 朝着逆天战龙冲过去 一边对着后方的胖子说了句 胖子 解控 看着头顶洒落一束荧光的一骑绝尘 胖子心意神会 立马中断施法 从控制状态中脱离开来的逆天战龙 将体内蓄积的力量 一瞬间全部爆发出来 吼 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从逆天战龙嘴里吐出一束紫色的死光 已经开启天赋强化 短时间内 将十倍反伤强化为百倍反伤的一骑绝尘 早有准备地用护盾接住逆天战龙的攻击 哄 死光静止轰击在一骑绝尘的护盾上 霸王龙魂的有效保护之下 本该受到强势击退效果的一骑绝尘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头顶一个个二十多亿的伤害不断跳起 触发百倍反伤 一个个高达两千多亿的巨额伤害 疯狂吞噬着逆天战龙的血条 眨眼间逆天战龙剩余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一万五千亿的血条就被清空 吼 一声哀嚎 逆天战龙巨大的身躯不甘地坠落在地上 击毙一头二百一十二级的五阶龙皇 场上四人 经验条都猛地上涨了一减 行天看向一骑绝尘 一声感叹 还是你的天赋牛逼 一骑绝尘道 你的钢铁之躯也不赖 不得不说 一骑绝尘的确变态 两千亿的伤害 已经超过张义十倍以上了 张义不由庆幸 当初将一骑绝尘 拉拢到了自己的队伍中 这样的绝顶高手 如果是在敌人的阵营 只怕张义在对阵他的时候 都会束手无策 四人 五分钟干掉一头五阶龙皇 这说出去 只怕让人怀疑人生 随着战斗结束 接下来 又到了清理战利品的时间 五阶龙皇的战利品 自然价值连城 但是在张义看来 价值更高的 还在后头 相比之下 张义更期待 接下来的六阶天脉龙皇 能给自己带来的收益 于是 几人准备清理完 逆天战龙的战利品后 再继续深入天书阁 寻找天脉龙皇 然而 不等几人去拾取 逆天战龙尸体旁边的东西 前方黑暗之中 赫然又传来一声咆哮 凡人 你们是在自掘坟墓 哄 一声巨响 一道强力的冲击波 从前方黑暗之中震慑开来 场上 除了受到霸王龙魂100%免控效果保护的张义 只有有50%概率免控的行天 一起绝尘与胖子三人都没有触发免控 被光波先飞了出去 各自头顶血条 猛掉三分之一 第1383章 再战天脉龙皇 在强力冲击波的席卷之下 行天 一起绝尘与胖子三人都被先飞了出去 纵然是有神级守护龙魂90%的免伤保护 张义在冲击波的攻击下 也受到了高达13亿的伤害 下一刻 只见得一头体型无比巨大 双眼散发着红光的黑色羽龙 从前方黑暗中飞了出来 一股超强的压迫力 让张义都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震慑 伴随着一阵莫名的恐惧 行天与一气绝尘他们 迅速从地上爬起 而此时 黑色羽龙220级六阶天脉龙皇 雨 已经坐落在张义他们身前 一双泛着红光的利眼 直勾勾地盯着张义 天脉龙皇开口 以十分低沉的声音说道 又是你 光明龙族的英雄 这一声光明龙族的英雄 多多少少有点嘲讽的意思 张义直面天脉龙皇 说道 这一次 还要跑吗 跑 天脉龙皇 绽放出体内的龙族强者之息 说道 你以为 本皇会惧怕你们区区几个人类 这样最好 张义提起浴火全杖 那就开始吧 今天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本皇 曾经也是光明龙族 到头来 却落的这个下场 将来你会明白 与光明龙族为伍 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哥 你已经没有将来了 既然来了 就给本皇长眠于此吧 说吧 天脉龙皇张开血盆大口 开始蓄力 一团火光从天脉龙皇的腹部开始 朝着他的嘴部涌动 见这一幕 张义他们也迅速进入战斗姿态 哗哗哗哗哗 烈火 雷霆 飓风 暗影 四股不同的神皇力量 分别在四人身上绽放 一场龙魂诗 鬼剑士 裁绝者 雷霆骑士 与六阶龙皇之间的战斗 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 天书阁外 龙族不灭 与龙行天下二人 引领着龙族的精锐万人团 严阵以待 他们正在等待着 张义将天脉龙皇 从天书阁里引诱出来 然后再给予天脉龙皇 致命中计 而另一边 妖兽山脉内 龙族的主力军 依然在采集高级药材血液花 一边猎杀十人花的同时 又在十人花身上 收集高级食材 曙光城周边 能够大量采集药材 或者收集食材的地方 也有不少 但是像妖兽山脉这种 集药材 食材于一体 而且还能提高玩家 十倍采集率的地方 却是难能一见 在这里 玩家可以大量采集 高级药材与食材 能够更快地提高 摩尸术与采集术的等级 张义的预估 是在一号餐厅那边 店铺装修完毕 正式开店 之前的这段时间 龙族全体成员 在妖兽山脉这里 应该能将摩尸术与采集术 全部提高到B级 B级摩尸术与采集术 在妖兽山脉地图 能够发挥A级功效 百分比提取到A级材料 到时候 大批量制造A级药剂与食物 B将迎来一场大麦 然而 对于妖兽山脉 这么资源肥沃的领地 想要一家独霸 是不可能的 本来没有人留意到这个地方 随着龙族大肆进军妖兽山脉 这一举动 自然而然地引起了 这附近一带练集的 散人玩家的注意 毕竟 像几十万人 在同一个地图开荒的事情 是很罕见的 因为再大的家族 也不可能所有人聚在一块练集 这样资源都不够分 除非是这个地图上 具有极大的资源 龙族进军妖兽山脉的第二天 便开始被一些散人玩家给盯上 他们知道了 妖兽山脉地图中 具有大量高级材料的资源 可惜就算是知道 那些散人 也不敢轻易踏入妖兽山脉 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 妖兽山脉的领地权 已经归属于龙族 这个世界是这样的 野外的地图资源 没有归属 能力者皆可享有 但是同一个地图上 出现大批量 同一个战队玩家的时候 那么这个地图 就默认为那个战队的领地了 尤其对于龙族这种 几十万人的大型战队 被龙族霸占的妖兽山脉 自然不是那些散人 还有一些普遍 几千几万人的小战队 敢随意侵扰的 许多玩家对于妖兽山脉 都是只敢远观 而不可泄完烟 不过 关于妖兽山脉的消息 却是渐渐地传入了 一直以来 都在暗中 紧盯龙族的冥王的耳中 尤其昨晚 被龙族的行天灭杀一波之后 现在的冥王对龙族 不仅没有产生畏惧 反而更加恨之入骨 此时的冥王 从手下人口中得知了 龙族正在攻略妖兽山脉的消息 随而立即开启会议 曙光城的大街上 冥王与手下关系 最要好的弓箭手 明月会面 明月说道 老大 据说那个妖兽山脉里 具有大量高级药材与食材资源 龙族的人抢占了那里 长期下去 必定可以获得一波巨大的丰收 可不能让他们这么发展下去 否则等他们实力强大起来了 将来他们去了地狱城 恐怕对咱们冥界 就有所威胁了 冥王单手捏着下巴 琢磨道 威胁是不存在的 就算龙族发育再好 到了地狱城 面对咱们冥界的主力军 也是死路一条 只不过 顿了顿 冥王接着说道 确实不能让他们吃得太饱了 有我在 他们就别想好过 明月微微皱眉 可是龙族规模也不小 有三十万人 没人敢去妖兽山脉 抢占他们的地盘 三十万算个屁 冥王不以为意道 咱们冥界百万雄狮 随便碾压他们 明月说道 但是在曙光城这边 没有哪家势力 会去轻易招惹一个 三十万人的大家族 明月寻思了一下 说道 上次完成魔王之息任务的 风云 最后不是说 没能得到曙光街道的那家餐厅吗 是 明月道 最后一号餐厅被龙族的人租下了 就是因为一诺清城 当时从你手里救了那个餐厅老板 导致餐厅老板出于报恩 把餐厅租给了一诺清城 现在已经处于装修阶段 听言 冥王露出一个得意的笑容 咱们的帮手 这不就出来了吗 老大 你是说 风云 明月若有所思地问道 第1384章 不共戴天 龙族抢了风云的地盘 他们能轻易咽下这口气吗 冥王的眼底 赫然浮现出一抹凶狠之色 我们把妖兽山脉的消息透露给风云 他们势必会派人去妖兽山脉 与龙族抢占资源 一旁的明月听了 拍手叫好 老大 这一手借刀杀人绝妙啊 冥王冷哼一声 只要是任何能够 威慑到龙族利益的事情 我们就一件不落地给他做好 你让老子不好过 你们自己也别想好过 按照明王的吩咐 明月通过多方打听 得知了风云 战队几大官员的ID 队长风云再起 副队长风云雄霸 风云变色 风云天气 于是 根据明月给的信息 明王按照ID搜索功能 依次给这几个风云核心官员 发送临时匿名信息 大概内容 便是直接将龙族在禁军妖兽山脉 以及妖兽山脉盛产高级材料资源的信息 告诉了他们 结果 风云再起 与几个副队长 全都直接拉黑了明王 气得明王咬牙切齿 靠 不敢去抢龙族的资源 然而事实上是 他们都不笨 一眼看出 这显然是谁看龙族不爽 想借他们风云之手 去对付龙族 好歹风云 目前也是曙光城排行前十的高级战队 自然不会这么轻易地受人蛊惑 唯独只有一个风云雄霸 给明王回了消息 而消息内容 也是非常直接了 兄弟 想借刀杀人 见得世纪败露 明王本不想再理会风云雄霸 而这时 风云雄霸又发了一个消息过来 可以说一下 你跟龙族什么仇什么怨吗 不共戴天 明王以匿名形式发送的四个字 却是勾起了风云雄霸的兴趣 既然如此 何不自己去报复龙族 见这个风云雄霸 貌似有点跟自己志同道合的意思 明王便接着说道 实力不够 龙族不是抢了你们风云的地盘吗 我知道 曙光街道那家店 本来是属于你们风云的 这么好的位置 被龙族抢了 真可惜 对话框另一头 本来就对龙族不满的风云雄霸 看到这个消息 顿时恨得咬牙切齿 明王则是接着煽风点火 一边时不时地 给风云雄霸说几句好听的话 兄弟 我知道你在风云战队位高全大 而且你们风云家族实力雄厚 如果能够拿下妖兽山脉的资源 你们必然能够力压群雄 成为曙光城第一强者家族 而我只是 希望通过你们之手来铲除龙族 这不是利用 只是请求帮助 因为龙族太可恨了 另一边正在一个药材地图上 采集药材的风云雄霸 眯着眼道 的确 可恨 一想到龙族在妖兽山脉 轻易采集高级药材 手里捏着一把C级 甚至是D级药材的风云雄霸 再想起龙族的人 夺走了本该属于他们风云的店 顿时 风云雄霸脑海里的仇恨 一涌而出 兄弟 你最好不是骗我 如果妖兽山脉 没有你所说的高级资源 我会让你后悔骗我 就算匿名 我也有办法查到你是谁 最后给冥王回复了一条消息 风云雄霸并关闭了对话框 二话不说 风云雄霸以风云副队长的身份 当即对着周边一同采药的一众队友下令 兄弟们 随我一同 出征夭兽山脉 与此同时 另一边 LV212天书阁 张义四人 与天脉龙皇 与之间的战斗 正在激烈进行 热大的宫殿之中 伴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一道强力火焰轰击地面 行天 一骑绝尘二人 被先飞了出去 各自头顶血条 已经只剩下四成左右 而另一边的胖子 刚刚施法控制住天脉龙皇 就遭到了从黑暗中 侵袭而来的黑龙群的袭击 施法很快就被打断 导致前阵正在操纵三头一阶龙皇 围攻天脉龙皇的张义 也被炙热的龙眼吞没 身为一头六阶龙皇 天脉龙皇的攻击 非常致命 尤其他的技能 有一部分是跟隐魔之城的隐魔一样 具备破伤效果 能够大幅度削弱张义的守护龙魂免伤效果 对张义造成六七十亿伤害的重创 并且 还有不少的被动减伤效果 能够有效保护天脉龙皇 使得张义的伤害压缩到了八十亿左右 比正常降低一半 不等张义再次攻击天脉龙皇 黑暗中席卷而来的龙群 瞬间吞没了张义 连张义也被打得节节败退 不一会儿 四人都被击退 顶着半格血条 一旁以长剑驻地 单膝跪地的行天 一边喘着气 一边对张义说道 你跟我说 他这是虚弱状态 张义也是十分诧异 他知道 二百二十级的六阶龙皇实力很强 如果是满状态 自己肯定是打不过 可如果连虚弱状态都这么难打 那这头龙皇 属实强得有些离谱了 而且从各方面的战斗状态看起来 天脉龙皇 也不像是处于虚弱状态的样子 他现在简直就是生龙活虎 难道说 天脉龙皇已经度过了虚弱期 恢复了正常状态 不可能啊 任务上有标明 天脉龙皇从复苏之日开始计算 会进入持续十四天的虚弱阶段 而今天 才只是第十天 张义有些纳闷 眼下 并没有张义多虑的机会 只见得黑暗中 天脉龙皇引领龙群 再次以铺天盖地之势 席卷了过来 往外撤 把他引出去打 随着张义一声轻贺 众人立马一边打 一边往天书阁外面撤退 毕竟本来的计划 也就是把天脉龙皇引出去 利用人海战术拿下他的 见得张义四人败退 想要逃跑 天脉龙皇果然上当 领着龙群追击过来 在天脉龙皇看来 他必须要借此机会 铲除掉这几个威胁 因为这几个人类 已经掌控到了 进入天书阁的办法 如果这一次放跑了他们 下一次 他们肯定还会再回来 天脉龙皇的速度很快 甚至连获得神级急速 龙魂加持的张义他们 都跑不过天脉龙皇 很快就被追上 天脉龙皇一口龙焰轰击过来 张义召唤出来的三头 一接龙皇用自己的身躯 阻挡龙焰 壮烈牺牲 换来张义四人 成功顺着出口离开了天书阁 而下一刻 天脉龙皇也追击了出去 第1385章 风云家族侵入 天书阁外 龙族万名高级玩家 严阵以待 大家都是焦急万分地 注视着前方的天书阁入口 队长他们 怎么还没出来 难道是挂在里面了 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别说 队长他们实力那么强 怎么可能这么容易挂 我看应该是他们发现 不需要将boss引出来 也能直接拿下 所以在里面打起来了 正当众人议论纷纷之时 轰隆 一道强光闪过 张义与行天一起绝尘他们 从天书阁里冲了出来 下一刻 好好好 伴随着一阵咆哮 无数黑暗战龙 从天书阁里飞了出来 助手在外面的龙族不灭 当即滑的一下 拔起长剑 兄弟们 杀 一声令下 外面的龙族玩家 纷纷抄起家伙 锁定从天书阁里 飞出来的那群黑龙 展开攻击 轰轰轰轰轰 嗖嗖嗖嗖嗖 在无数高级魔法师与弓箭手的远距离轰击之下 不计其数的法球与利剑猛烈轰击在龙群之中 虽然在场的都是龙族最强之师 万名玩家清一色都达到了200级八转实力 而且大部分都换上了200级的装备 奈何 这些黑暗战龙的等级 清一色高达212级 实力超强 就算是龙族这些已经完成八转的高级成员 也很难应付得了他们 一大片的攻击打在黑暗战龙身上 带起一道到几个亿的伤害 上百头黑暗战龙从人群上空呼啸而过 他们同时喷射龙焰 炙热的火焰连成一片 覆盖陆地上的人群 在一个个高达二三十亿伤害的重创之下 龙族玩家被疯狂虐杀 人群之中 白光此起彼伏 敌人的强大程度有些超乎想象 这一刻 龙族玩家不敢再大意 迅速排兵布阵 一众骑士同时开启能量盾 笼罩全场 无数的法师射手透过能量盾 对着外面的黑龙展开射击 一些被击落的黑龙 则是立马遭到陆地上等候多时的战士刺客的围攻 在上万名龙族强者齐心协力之下 以超过三位数的牺牲作为代价 最终成功灭杀了这群黑龙 这群黑龙还只是配角 重头戏 还在后头 随着龙群被消灭 场上堕入一片短暂的寂静 这一刻 伴随着一声咆哮 浑身散发着黑暗气息的天脉龙皇 从天书阁里飞跃而出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妖兽山脉 龙族主力军正在猎杀石人花 收集材料资源 此时 负责在这边领队的王者荣耀 与风暴天使他们 不觉有些担忧 不知道成哥他们那边怎么样了 六阶龙皇拿下了眉 随着王者荣耀 话音刚落 风暴天使一剑射杀一个残屑的石人花 开口说道 放心吧 以队长他们的实力 肯定没问题的 俩人正说着的时候 忽然一名龙族玩家来报 有一股玩家势力 进入妖兽山脉 听言 王者荣耀皱了皱眉 不觉到 难道不知道 妖兽山脉 已经是咱们龙族的地盘了吗 什么人敢来抢占咱们的地盘 风暴天使倒是摆了摆手 没事 队长之前嘱咐过 有散人进来的话任他们进来 毕竟这个地图没有标明 是属于咱们龙族的 只要没有对我们龙族的人构成危险 我们就不必管他们 恰恰这时 那个赶来报信的龙族刺客玩家 慌忙说道 他们没有明面跟我们的人动手 但是已经从侧面挑动怪物 来攻击我们的人 我们已经有好多弟兄 死在他们蓄意挑动之下了 什么 王者荣耀 与风暴天使 军事大惊失色 靠近妖兽山脉出口位置 除了龙族的开荒小队 果然看到一股来自别家战队的玩家势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进入了妖兽山脉 他们正是来自于风云战队的玩家 以200级八转弓箭手 风云熊霸为首 大批风云玩家进入妖兽山脉之后 也开始遍布山脉空旷地带 采摘血液花 猎杀石人花 来收集材料 风云熊霸 是根据冥王的指引 才来到妖兽山脉 当他来到这里 发现在这个地图上 不仅能同时采摘高级药材与石材 并且采集成功率提高了十倍之后 顿时喜出望外 那家伙没骗我们 他说的居然是真的 发现商机的风云熊霸 惊喜不已 这地方 如果让队里所有兄弟 都过来采集材料 要不了一个星期时间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高级材料 大赚一笔 于是 风云熊霸交代手下人 把这个消息在队里公布 让队里所有兄弟 进攻妖兽山脉 身旁 一个ID叫做 风云万千的魔法师小弟 有些忧虑地说道 可是妖兽山脉 已经被龙族玩家霸占 地图差不多已经饱和 没剩多少地盘了 队里兄弟都过来的话 只怕没有地方 给我们采集材料了 风云熊霸看了眼远处 山脉之中遍布的龙族开荒小队 冷哼一声 那就把他们赶出去 曙光街道的店铺 被他们抢了 他们也该让出妖兽山脉 就当是给我们的偿还了 于是 风云熊霸找到正好在附近 开荒的龙族战队精英身份的 巅峰皇少 对巅峰皇少 提出龙族 让出一半妖兽山脉地图 给风云的要求 却是遭到了巅峰皇少的拒绝 凭什么让给你们 天启世界混迹这么久了 不知道什么叫做领地圈 让你们进来都算不错了 怎么你们 还想得寸进尺 风云熊霸 也没有跟巅峰皇少争执 只是点了点头 好 你们有种 随后 风云熊霸退了回去 眼底 却是浮生出一抹凶狠之色 心想 既然你们不让 那就换一种方式 让你们在这里待不下去 在巅峰皇少那里 吃扁的风云熊霸 回到自己的领域后 号令手底下的数千名玩家 让他们同时锁定一株血液花 作为目标 然后 所有人同时采集血液花 这一幕 倒是把不远处龙族的开荒小队 给震惊到了 难道他们还不知道 激活石人花的途径 就是采集血液花吗 这么大批量的采集血液花 会一下子招惹来很多石人花 简直就是自寻死路啊 甚至龙族有人好心提醒风云的人 却是被对方无视 而下一刻 采集完血液花后 风云熊霸的人 赫然全体火速撤离了妖兽山脉 紧接着 无数石人花同时从地底窜出 由于风云的人 全部撤离了妖兽山脉 那些石人花 便将仇恨目标 锁定在了龙族的开荒小队身上 他们疯狂向着龙族的玩家 接近过去 第1386章 妖兽山脉之战 纵然是龙族的开荒小队 五人一队 每次最多也只胆采集一朵血液花 引出一只石人花来 进行单体攻击 面对着风云战队玩家 采集结束后 引出来的几百上千只石人花的围攻 距离这批石人花 最近的几只龙族开荒小队 还没来得及反应 马上就被石人花吞噬 同伴遇险 附近其余的龙族开荒小队 准备过来支援 可是当他们看到 敌人是由几百上千只石人花 组成的花团时 全都吓得连连后退 靠 谁这么忙 一下子搞这么多石人花出来 好像是那边刚进来的 那群玩家搞的 他们把石人花引出来 自己就撤了 这帮王八犊子 自己闯的祸 居然让我们来给他们擦屁股 当然 此时的龙族玩家 还没有意识到 风云玩家是故意这么做的 不及反应 那些石人花 已经迅速逼近过来 迫于无奈 龙族只好迅速集结出强力军队 在不计收益的前提之下 齐心协力 共战石人花 同时出现这么多的石人花 就算是龙族这么多人一起应对 也很难对付得了 最后好不容易消灭了这些石人花 却是以多达好几百人的牺牲 作为代价的 没曾想 他们刚杀完一群石人花 马上 前方又有大批石人花组团接近过来 龙族的人这才反应过来 他们是故意的 再次以好几百龙族玩家的死亡作为代价 消灭了这批石人花后 问生赶来的王者荣耀与风暴天使 作为代表 据风云的人理论 此时 风云雄霸正在接近妖兽山脉出口位置 号令手下分部寻找血液花 前面两波 龙族的损伤 让风云雄霸十分满意 他们正在准备施展第三次大批量 吸引石人花的行动 这时 头顶龙族战队精英标识的王者荣耀与风暴天使 一帮人赶来 王者荣耀指着风云雄霸 质问道 你们什么意思 风云雄霸贪了贪手 一副无辜的模样 没什么意思 不就是采集药材吗 怎么了 打扰到你们了吗 采集药材 王者荣耀气不打一处来道 你们就是故意的吧 故意大批量吸引石人花来袭击我们 风云雄霸耸了耸肩 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 不好意思啊 我们也不是有意的 你们要是抗不住的话 也可以离开这里吗 风暴天使喝道 警告你们 再这样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你们不是向来不客气的吗 风云雄霸一声冷哼 神色冷漠道 瞧我们地盘的时候 怎么不说客气了 说吧 随着风云雄霸一声令下 周边 风云家族的玩家 再次同时采集血液花 紧接着 一大群石人花 从地底窜了出来 王者荣耀问到身边的人 诚哥之前是怎么嘱咐我们的 不阻止其他人 进入妖兽山脉 但是 但凡是威慑到我们龙族安危的 格杀勿论 只当巅峰皇少把话说完 王者荣耀提起一把银色长弓 对准前方正在往妖兽山脉外面 逃窜的一个风云家族 刺客玩家 嗖嗖嗖嗖 一串连击下去 以二百级八转弓箭手不俗的伤害 将那名一百九十九级的刺客 直接射杀 兄弟们 给我杀 在战队精英级别的 王者荣耀的命令之下 后阵 龙族玩家纷纷抄着家伙 一路斩杀石人花后 追击到妖兽山脉外面 对着风云家族的玩家 直接展开攻击 风云雄霸毫不示弱 领军反击 可终究是寡不敌众 他只带来的一两千人 哪里是龙族二十九万大军的对手 纵然龙族并没有全军出动 只是发动了三四千人 就轻而易举地灭杀了 风云好几百的玩家 剩余的人 跟着风云雄霸狼狈撤退 但是风云雄霸并没有跑远 引领着一帮残兵圣将 逃到妖兽山脉附近的一座竹林中 风云雄霸立马打开战队界面 在里面发言 兄弟们 我这边遭到敌人的袭击了 请求支援 此话一出 风云战队的玩家立马沸腾 谁敢袭击咱们风云的人 哪家工会 报上名来 at风云雄霸 副队长你们在哪 报个位置 我们马上过去支援你们 此时 身为风云队长的风云再起 也给风云雄霸发来了私信 怎么回事 风云雄霸也是脱口而出 我带着一帮弟兄 来妖兽山脉采集材料 结果遭到龙族的驱赶 我们不走 他们就直接跟我们动手 对话框另一头的风云再起 微微皱眉 妖兽山脉 你也收到那个匿名消息了 风云雄霸正了一下 道 队长 重点不是这个 谁让你去招惹人在地盘了 风云再起 还是讲道理的 领地权不明白吗 风云雄霸直图主题 不管怎样 龙族这次是杀了我们风云的人了 就刚才 死在他们手里的弟兄 起码超过四位数 风云雄霸 故意夸大其词 听到这个数字 风云再起再好的脾气 果然也是坐不住了 什么 龙族有多少人 我马上带人过去 自知计谋得逞的风云雄霸 继续装可怜道 他们应该全军都在这里了 队长 你可要赶快带人过来 我跟剩下的一帮弟兄们 还在外面遭受他们的追杀 他们这是 想对我们赶尽杀绝啊 毕竟 只有身为一队支掌的风云再起 才有最大的指挥权 他一个副队长 是无法调动整个战队的 风云雄霸的话 一下子激怒了风云再起 兄弟 坚持住 我马上带人过去 关闭对话框 风云雄霸 静静守候在妖兽山脉附近的竹林中 一边阴狠地 注视着妖兽山脉 南南道 带我风云家族三十万的兄弟都来了 看你们还有什么资本嚣张 不多时 风云再起 果然率领风云玩家大军赶到 作为曙光城战队榜排行第九的高级战队 风云家族 总人数达到最高三十万 与龙族旗鼓相当 而且此时此刻 风云三十万玩家已经悉数到场 黑压压一片的大军 就在妖兽山脉附近潜伏了下来 风云再起 找到风云雄霸 了解了具体情况后 在风云雄霸的威严耸听之下 终于下令 全军出击 浮空中望下去 陆地上黑压压一大片 风云三十万玩家大军 以铺天盖地之势 直逼妖兽山脉 第1387章 虚弱状态 妖兽山脉 在击退了风云那帮捣乱的玩家之后 龙族的人便继续采摘血液花 猎杀石人花 好景不长 伴随着一阵惨叫 靠近妖兽山脉出入口的地方 好几道白光亮起 接着 只见得一大群顶着风云 战队标识的玩家 气势汹汹地冲进了妖兽山脉 见状 正好就在附近的王者荣耀 与风暴天使 跑了过来 又是你们 王者荣耀 指着对阵人群之手的风云熊霸 气呼呼道 你还敢回来 不回来 难道白白让你们杀了我那么多弟兄 风云熊霸喝道 而此时 201集八转战士风云再起 则是面无表情 问道王者荣耀 刚才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的人 是 王者荣耀 也是直言不会地说道 但是都是你的人 惹我们在先 然而 风云再起 根本没听王者荣耀的解释 只听到王者荣耀承认 他们的确杀了风云的人 一时间 气火攻心 杀 挥动手中荧光长剑 一声令下 杀 在风云再起的号令之下 身后 风云 战队三十万大军 疯狂涌入 妖兽山脉 这一幕 把这边的王者荣耀 风暴天使 他们都给惊呆了 这么多人 他们这是出动全军力量了吗 看来接下来 有一场硬仗要打了 再强大的敌人 龙族也不可能将 妖兽山脉这个资源宝地 让出去 看着前方黑压压一大片 碾压过来的敌人 风暴天使 嘱咐身边人道 传令下去 所有人做好战斗准备 另一边 天书阁 张义与龙族玩家 正在全力对抗天脉龙皇 轰轰轰轰 一道道天火 不断从空中降落 杂乱无章地轰击在人群之中 每一道天火落在地上 都会在小范围内 激起火花 但凡是被天火触碰到的龙族玩家 基本都是直接被秒杀 天脉龙皇动轴上百亿的伤害 完全不是龙族的这些玩家 能够抵挡得住 毕竟 就算是200级八转骑士 在一身200级装备的加成之下 撑死也就一百来亿的血 勉强能抗住天脉龙皇一次攻击 又能怎样 下一秒还不是得死 而在众人齐心协力的围攻之下 天脉龙皇掉血也是非常慢 差不多十分钟过去了 天脉龙皇还有95%的血 而此时 龙族这边伤亡已经超过了四位数 身为一头六阶署名龙皇 天脉龙皇很聪明 他故意操纵龙群不断干扰胖子 打断他的施法 避免自己受到裁决者的控制 而且所有的攻击 刻意规避一七绝尘 或者是跟一七绝尘一样 拥有反伤之类技能的敌人 来使自己受到的威胁 极大幅度减小 同时 这也让张义他们明白 就算是实力再强 在遇到更强大的敌人时 也会束手无策 裁决者的控制力很强 甚至能够直接控制 255级 255星的顶级boss 可是 如果真正面临这种敌人 只怕胖子连施法控制目标的机会都没有 以上千人的伤亡作为代价 才勉强换来天脉龙皇 损失5%的血量 这场战斗虽然能打 可是到最后 伤亡必然非常惨重 需要消耗的时间 也太久了 这不是张义想要的结果 要知道 这还是虚弱状态下的天脉龙皇 六阶龙皇的战斗力 真的有这么恐怖吗 放眼场上 天脉龙皇庞大的身影 飞跃在人群上空 陆地上 龙族的玩家 在他面前形同蚂蚁 随时坐落下来 一脚就能踩死一大片的人 整个战场 几乎都是天脉龙皇在虐杀玩家 惨叫声夹杂着白光 此起彼伏 持续不断 玩家的反击 对于天脉龙皇来说 实在太微弱了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龙族伤亡人数 直线上升 而天脉龙皇的血条 只在一点一点地下降 即便如此 正骑着小八 在空中与天脉龙皇周旋的张义 也没有放弃 他还在全力攻击着天脉龙皇 直到天脉龙皇 忽然发动一个净化技能 银色光束从天而降 笼罩在他身上 下一刻 他所受到的所有负面Buff效果 一瞬间全部被解除 包括张义施加在他身上的杀戮龙魂 与静咒龙魂 张义暗感不妙 立马准备重新施加静咒龙魂 没曾想 天脉龙皇忽然展翅飞入天际 趁着脱离张义攻击范围的机会 哗哗哗哗 身上忽然闪烁起阵阵清光 紧接着 天脉龙皇头顶 好不容易被众人打到91%的血条 瞬间以超快的速度 又恢复到了98% 99% 100% 他的血又回满了 这一刻 陆地上的龙族玩家彻底绝望 连张义心中的希望 也在一瞬间破碎 显然 这头六阶龙皇 现阶段根本是无敌的 就算再怎么努力 也没可能打败他 这才只是天选者任务的第一阶段啊 难道就要这么训到失败了吗 张义万般不甘 就在这时 他却是忽然发现 刚才发力之后的天脉龙皇 身上赫然闪烁起 阵阵微弱的红光 紧接着 他在高空中停顿了一下 便朝着后方天书阁的方向飞去 看到天脉龙皇试图逃跑 陆地上 龙族玩家 没有要追击的意思 反而是一个个松了口气 因为他们本以为 接下来会是天脉龙皇的屠杀时刻 他们所有人 都将无可幸免地被杀死 天脉龙皇此刻逃跑 对于他们来说 无疑是件好事 至少 他们得救了 唯独张义 不是这么想的 通过神级探查术 张义好像发觉了什么 他立马骑着小巴 朝着天脉龙皇追击过去 眼见着天脉龙皇 进入天书阁 龙族不灭他们 试图阻拦张义进去送死 可这时 张义已经骑着小巴 一头钻进了天书阁 这可把外面的龙族 不灭他们给愁死了 老大这进去 不是送死吗 这六阶龙皇太强了 根本没法打呀 队长太执着了 我去把他叫出来 说着 义齐绝尘也无所畏惧地 冲进了天书阁 作为同生死 共患难的兄弟 邢天自然也没有退缩的道理 明知道进入天书阁 必定死路一条 邢天还是义无反顾地 跟着义齐绝尘 一起迈入了天书阁 随后 胖子也跑了进去 再一次进入天书阁时 邢天他们却是无比惊讶地发现 张义居然正在单挑天脉龙皇 并且在张义与四头巨龙的猛烈攻击之下 刚刚在外面几乎无敌的天脉龙皇 居然被打得嗷嗷直叫 四处躲闪 头顶血条 也是蹭蹭蹭地往下掉 这是怎么回事 几人惊呆了 而这时 前面的张义回头看到邢天他们跟了进来 便立马说道 快 趁着他虚弱状态 一起上 速战速决 第1388章 击杀天脉龙皇 虚弱状态 看着天脉龙皇身上不断闪烁的微弱红光 邢天他们这才明白 原来现在的天脉龙皇 才是真正迎来了虚弱 怪不得之前在天书阁外面 龙族万人精锐之师都奈何不了天脉龙皇 原来那个时候的天脉龙皇 根本没有虚弱光环 而是100%满状态的220级六阶 署名龙皇 眼看着张义一次次的攻击落在天脉龙皇身上 在其头顶爆出一道到100多亿的伤害 邢天与一起绝尘二人 也并未迟疑 当即持着剑盾冲锋过去 邢天常见挥动 一个个五六十一的伤害 不断侵蚀着天脉龙皇的血条 而在此之前 邢天只能对天脉龙皇造成二三十亿的伤害 之前的伤害 是被天脉龙皇天生自带的被动免伤技能给削弱了 而现在 虚弱状态下的天脉龙皇 所有被动技能全部失效了 这就导致张义他们的伤害回归正轨 系统并没有任何关于BOSS虚弱的提示 但是通过接下来的战斗 就能很明显地察觉出来 除了一些增益类的被动技能失效之外 天脉龙皇的伤害也降低了很多 获得守护龙魂保护的张义 受到天脉龙皇的攻击 只会损失几亿的血 对于拥有二百四十亿血的张义来说 这点伤害根本微不足道 之前龙族万人团做的努力与牺牲 也不是白费 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 才让天脉龙皇耗费了大量的力气 最终进入了虚弱状态 而且此时此刻 可以看到 在天脉龙皇头顶的血条上方 还多出了一个绿色的毒条 目前 毒条已经过了四分之一 还剩下四分之三 一期绝尘大概得猜想了出来 不出意外的话 那个应该是他的虚弱毒条 毒条清零时 他就会恢复正常状态 然后等待下一个轮回 再进入虚弱 果真这样的话 那就得速战速决了 一旦等天脉龙皇迎来下一次常态 超强的力量恢复之后 天脉龙皇立马就会变成之前的无敌状态 而且 前面已经上过一次当 下一次 天脉龙皇肯定不会再跟着张义他们 离开天书阁 再想要引诱他出去对付他 就很难了 意识到这一点 张义赶忙喊道 毒条结束前 解决他 说吧 张义号令魔兽团 骑着三头一接龙皇 化身三位龙骑士 徘徊在天脉龙皇周边 不断攻击天脉龙皇 张义自己也配合着小八 发动猛烈攻击 行天前阵输出 一骑绝尘 则是在后方为胖子护法 虚弱状态下的天脉龙皇 无法再像之前一样 大批量的召唤黑龙 他只是召唤出了几头黑龙 以一骑绝尘的力量 他一个人便能抵挡住那些黑龙 使得他们没有接近胖子的机会 胖子便持续施法 无缝隙连控天脉龙皇 众人齐心协力地输出之下 天脉龙皇头顶的血条 与绿色毒条逐步减少 就在绿色虚弱 毒条刚刚到底的那一差 天脉龙皇身上的微弱 红光散去 他果然又恢复了正常状态 下一刻 在天脉龙皇的号召下 无数黑暗战龙 从后方宫殿之中飞跃而出 恰恰此时 张义手起一道火球术 以下降到85亿的伤害 清空了天脉龙皇 头顶所剩的最后一次血条 才刚刚从虚弱状态恢复过来 还没来得及做出行动的天脉龙皇 转眼 又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后方那些黑暗战龙 也纷纷退散 消失在了黑暗中 看到这一幕 张义与邢天他们 纷纷忍不住松了口气 好险 的确很险 差一点 要是让天脉龙皇反应过来 张义他们 必然就没有机会了 这时 纵然血条被清空 也还剩下一丝意识的天脉龙皇 忽然喘着息 对张义说道 杀了我 还会有更强大的黑暗龙皇找上你 你依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我可以帮你 帮你对付黑暗龙族的高阶龙皇 张义微微一震 这天脉龙皇 似乎知道什么 就好像他知道 张义正在为杀死黑暗龙皇伊古墨 而在努力筹备一样 如果利用天脉龙皇 的确能够在接下来 有效帮助到张义去对抗伊古墨 不过 张义不屑于用这种方式 去对付伊古墨 开口 淡淡道 不必了 我不需要你的帮助 说完 抬起法杖 一道法术将天脉龙皇 仅存的一点意识 也得摧毁 就在天书阁外 龙族不灭 与龙行天下他们 还有龙族的一众玩家都焦急万分之时 忽然无数金光洒落 刚刚参与天脉龙皇战斗的人 只要是触碰到天脉龙皇 混到助攻的 全都剩了几 这一刻 他们明白 天脉龙皇已经被击杀了 顿时 场上传来一阵欢呼雀跃的声音 而天书阁内 张义几人 在击杀天脉龙皇之后 也各自获得了极为丰厚的奖励 丁尼杀死了220级六阶天脉龙皇 与经验值X13200E 龙族身旺X300 跨15级击杀天脉龙皇 获得额外120%的经验加成 这最终的战斗收益 直接让205级的张义 都升了一级 行天 义骑绝尘与胖子他们 也都从202级升到了203级 击毙天脉龙皇之后 张义这边 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丁恭喜你杀死了黑化后的天脉龙皇 与神天选者第一阶段任务已完成 第二阶段任务已开启 延长任务时间30天 任务详情可在任务界面查看 任务总剩余时间110天 请玩家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虽然成功完成了 神天选者第一阶段任务 但是张义并没有多大的开心 因为通过刚才的战斗 张义意识到 现在的他 连对付一只220级的六阶龙皇 都如此困难 该怎么去面对 255级的七阶黑暗龙皇 上一世张义 是到后来满级的时候 才慢慢接触到 黑暗龙族的九大顶级龙皇 这一世为了救韩雅柔 张义肯定不能再等那么久 必须要尽早地杀掉黑暗龙皇 唯一的办法 就只能是通过超神级龙族 隐藏任务天选者完成之后 系统奖励地 能够对付黑暗龙皇的东西了 正当张义这么想着的时候 耳边传来行天的声音 这次收获 好像不小 寻生望去 见得几人正在天脉龙皇的尸体旁边蹲了下来 而在天脉龙皇的尸体边上 是一堆小山般 散发着灿灿金光的战利品 六阶署名龙皇豹的东西 价值不可能低 第1389章 天脉套装 这一次 的确是大丰收了 在天脉龙皇身上 张义他们 共计收获了四件装备 而且 清一色都是品级 高达六十星的龙族神器装备 没错 都是六十星的 要知道 张义他们得到的神皇套装 初始品级都只是五十五星 六十星打底的话 张义结合超神鉴定师 暗影 还有升星石多方面的能力 最高 能够将他们升到七十一星去 比张义现在身上的六十六星神皇套装 都要高出五星 最关键的是 这还是神器 四件装备 两件半神器 两件准神器 不过使用等级 也着实是太高了 毕竟是二百二十级的怪爆出来的 这四件装备 全部都有二百一十五级左右 二百一十五级 六十星半神器 骑士护盾 天书盾 二百一十五级 六十星半神器 刺客衣服 天刺 二百一十五级准神器 法师项链 天脉项链 二百一十六级准神器 弓箭手武器 天脉神弓 其中 天脉项链与天脉神弓 皆为天脉套装 系列装备 后续必然会有刷取 套装其余部位装备的地方 不过除此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办法 能够快速得到套装其余部位 声望商城 声望商城 无所不能 通过消耗声望 能够升级声望商城 从而解锁越高级 稀有的道具 而张义的声望商城等级 早就已经满级 通过已经得到的套装装备 就能激活同套装其余部位装备的购买 张义随手打开声望商城 只见得货架上 已经出现了六十星天脉套装的购买 分为 普通套装 龙族套装 龙族半神器套装 与龙族准神器套装四个级别 普通二百一十五级六十星天脉套装的单价 只需要五十万声望 不论种族 级别越高 价格越贵 二百一十五级六十星龙族准神器天脉套装 单价一百二十万声望 外加一百二十点龙族声望 以及二十块神器碎片 而以张义长期以往的积累 他现在所拥有的三大种族声望加起来 已经有两千多万 龙族声望 也有八百多 至于神器碎片 更是多不胜数 已经足够买下全套天脉套装 不过 张义并没有急着在声望商城购买天脉套装 因为使用等级太高 就算张义结合神皇界上的技能逆天改命 使得技能持有者 可以跨越五个等级使用高级装备 目前最高也只能使用二一一级的装备 还是得等到 先把等级提高到二百一十级去了 再考虑这二百一十五星的装备 不过 可想而知 等张义二百一十级 换上这么一套准神器级别的天脉套装之后 实力必然又能迎来一波大增 上一次五十一星帝皇套装 替换六十六星神皇套装 让张义全方面数据提高到了之前的三倍 等到时候 换上极限强化后的七十一星龙族准神器天脉套装 再在现在的基础上 提高二至三倍战斗力 应该不过分吧 毕竟准神器 可不是普通装备能够比及的 这也可以当作是一个期待 张义的下一个目标 就是升到二百一十级 于是 张义将天脉项链收进了包里 还有另外三件装备 正好行天他们一人一件 就是说 现在等级不达标 等后面级别高了 这些龙族神器 还是非常珍贵的 除此之外 天脉龙皇还报了一块六阶龙金 足足十几颗 终极到高级不等的装备升星石 还有一大堆白色品质的附魔石 捡起来一看 足有一百多克 正常情况下 玩家完成一个普通任务 也才一两颗白色附魔石的奖励 这次 绝对是大爆了 在Boss身上使用摩尸术的话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张义在天脉龙皇的尸体上 施展摩尸术 丁恭喜你采集了 龙肉 A级食材 X100 六十星装备锻造图纸 X100 摩尸术熟练度 X1000 丁恭喜你的摩尸术 等级提高为B级 张义直接一个好家伙 相比之下 天书阁里还有一头五阶龙皇 逆天战龙的价值 就远没有这么高了 毕竟 一个普通五阶龙皇 一个署名六阶龙皇 前者固然也很珍贵 但是跟后者比起来 就毛也不是 在逆天战龙的尸体边上 张义他们收获了几件 57-58星的半神器装备 另外摸尸术 也摸到了30块A级龙肉 处理完逆天战龙的尸体 张义正准备查看 天选者第二阶段任务 忽然就在这时 旁边的行天 查看着面前的一道状态栏 说了句话 妖兽山脉那边 好像出事了 张义迅速联络 负责在妖兽山脉那边 带队的王者荣耀 果然得知 风云家族玩家 已然大肆入侵妖兽山脉 试图与龙族 抢夺妖兽山脉的资源 这个风云 我们让他们一步 已经允许他们 进入妖兽山脉采集资源 想不到 他们居然得寸进尺 随着一气绝尘 话音刚落 张义说道 我们马上过去 说吧 四人骑着小巴 从天书阁里飞跃离去 天书阁外的龙族不灭他们 天书阁赶往妖兽山脉 此时 妖兽山脉里的战斗 如荼如火 风云对战龙族 双方实力都很强 但相比之下 龙族的战斗力比风云更强 碍于地图限制 风云三十万大军 无法完全进入妖兽山脉 但是已经进去的好几万人 也是在龙族的打压之下 节节败退 随着第一梯队的进攻队伍 狼狈不堪地从妖兽山脉里退出来 负责带队的副队长 风云变色 慌忙对风云再起汇报战况 敌人太强了 我们的人根本攻不进去 跟风云再起一起驻守在外面 目前尚未有机会展开行动的弓箭手 风云雄霸 不以为燃道 强 我早就调查过了 他们龙族也只有三十万人 我们风云同样有三十万大军 为什么打不过 说着 风云雄霸一把推开风云变色 你给我让开 让我来带队 看我怎么杀进去的 话音刚落 尚未开始行动 轰轰轰 地面忽然燃烧起熊熊烈火 与此同时 空中一条浑身燃烧着烈火的巨龙 朝着风云玩家大军飞跃而来 第1390章 在我眼里 你算个屁 轰隆 伴随着一声巨响 浑身烈火的五阶浴火龙皇八部 浑然坐落在妖兽山脉的入口处 地面 一大块区域内的风云玩家 直接被小八踩成白光 突如其来的五阶龙皇 迫使外围风云家族的玩家 纷纷情不自禁地往后倒退 各自眼底 充满了惶恐 五阶龙皇 任谁也不敢相信 这头五阶龙皇 居然是一个玩家的坐骑 当张义从龙背上跃下的那一刹 更是让风云熊霸他们目瞪口呆 这家伙 是五阶龙皇的主人 一阵不可思议的议论声 从风云家族人群中传开 内心虽然有些惧怕 但是风云熊霸表面上 却是不服气 他指着张义 一脸蛮横地说道 让你们龙族队长出来 跟我说话 我就是 张义轻描淡写地回答 风云熊霸 上下打亮了张义一眼 好 既然你就是龙族最有发言权的 那我就直接跟你说了 听说是你们龙族 拿下了曙光街道的一号餐厅 抢我风云的领地 算怎么回事 还有 这妖兽山脉 写了你们龙族的名字 凭什么我们进来 你们就要对我们动手 话音刚落 王者荣耀当即气不打一处来的喊道 干 明明是你们的人先动的手 我们让你们进来 已经够给面子了 你们还想把我们赶出去 独占妖兽山脉 听到这话 之前一直没弄清楚 风云到底怎么跟龙族产生纠纷 只知道听手下人说龙族杀了自己的人 就迅速带兵 杀到妖兽山脉的风云再起 问到风云熊霸 所以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 风云熊霸 也来不及跟风云再起解释了 队长 这个回头再说 说着 风云熊霸 又看向王者荣耀 冷笑一声道 在这个实力为尊的世界 说话 都是直接用拳头的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小朋友 小你妹 王者荣耀气得大骂 你才是小朋友 你全家都是小朋友 此时 张义问到风暴天使 目前为止 队里损失多少 根据战队统计 风暴天使迅速给出答案 死亡635 全都是被他们的人杀的 听到这个数字 张义眼底 一抹杀意油然而生 转面 面无表情地看着风云熊霸 说道 实力为尊是吗 好 那就遵循你的规则 说完 张义缓缓提起了手中的法杖 目前为止 还从来没有亲手 与这个龙族队长交过风 不清楚对方 何种实力的风云熊霸 还没有过多地 将张义放在眼里 正所谓 出生牛 独不怕虎 风云熊霸 甚至没有把张义身后的 五阶龙皇八部放在眼里 因为在他看来 就算是七阶龙皇 也只是一头不会攻击 只能拿来成奇地做起 面对着杀气腾腾的张义 对自身实力足够自信的风云熊霸 冷笑一声 道 敢单挑吗 让我看看 你有多大能耐 说完 提起手中弓箭 锁定张义 发动攻击 So 一道金色利剑射入天际 瞬间 幻华万千 形成剑雨 朝着张义铺天盖地板洒落下来 而且 风云熊霸的攻击 并非锁定张义一人 张义周身范围内的其余龙族玩家 全都是他的攻击对象 剑雨洒落下来的一瞬间 八步赫然展开双翼 形成护盾 将张义与其身边龙族之人庇护起来 使用作祈 来替自己挨刀 这个行为在风云熊霸看来 简直愚蠢至极 因为众所周知 作祈的生命体系 与玩家是一体的 作祈受到的伤害 会百分之一百 转化到玩家身上 这头龙这么大范围承受住 所有的飞剑攻击 八成其主人 是要被直接秒杀的 然而 就在风云熊霸以为 张义就要为他这头 笨龙犯下的失误买单时 却是见得 张义居然毫发无损 他所不知道的是 八步不仅拥有独立的生命体系 而且就凭他一个 二百级弓箭手的伤害 根本伤及不到小八分毫 两万亿的血条 以肉眼不可见的趋势 下降了百分之零点零零一 下一刻 张义抬起法杖 哄 火球术结合御火龙魂 化成一条火龙 无视风云熊霸的走位 将它吞噬 负二百九十九点七亿暴击 震惊全场的伤害数字 直接清空风云熊霸的血条 哗 风云熊霸还没反应过来 整个人直接化成一道白光 其后方 风云家族的一众官员级别玩家 纷纷大惊失色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噩梦 才刚刚开始 一发火球术 秒掉风云的一名副队长后 哗哗 张义身上赫然绽放出烈火 身后一道巨大银色龙影 幻化而出 紧接着 挥动法杖 哄哄哄哄 一道道技能 经过御火龙魂的强化之后 幻化成无数条火龙 吞噬着前方的敌人 一大片高达一百三四十亿的巨额伤害 基本上碰谁秒谁 就算是风云家族 最为皮操肉厚的高级八转骑士 也只有被一击秒杀的份 张义一动手 直接主宰战场 前方风云玩家 瞬间溃步成军 一时之间 惨叫不停 白光此起彼伏 而开启了全体PK模式的张义 一边前进一边收割 从始至终都十分淡定 好 伴随着一声咆哮 五届龙皇八部 不愿看到主人孤军作战 腾飞而起 飞跃在风云人群头顶上空 喷射龙焰 席卷下方人群 无数两百多亿的巨额伤害 直接将一大块区域内的风云玩家 烧成白光 张义与小八所到之处 寸草不生 风云的玩家 在这可怕的伤害下 早已下地失去反抗能力 在张义面前 他们如同一群任人宰割的羊羔 风云再起 统领着战队成员 在张义与八部的压迫之下 节节败退 就在这时 张义赫然骑着小八 静止坐落在风云再起面前 来自五阶龙皇的强大魄力 使得风云再起脸色铁青 身为战队队长的他 这个时候 居然根本不敢还击眼前的这个敌人 张义则是从龙背上跃下 逐步逼近风云再起 不如我们就来算一笔账 我说引魔之城那边 魔王是我引出来 并且打残的 你不信是吗 抢了我的boss 夺了我的任务 我都没有追究你们 所谓的领地权 无关紧要 妖兽山脉也是我交代我的人 允许你们进入开采 一而再再而三地谦让 不是你们得寸进尺的资本 是不是我不吭声 你们就以为我们龙族 好欺负 在我眼里 你们风云 算个屁 感受到了主人的愤怒 身后 小八发出吼得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震慑风云大军 连风云再起 都不敢出声 第1391章 第二阶段任务开启 来自张义这个人族御寿师身上的 强大压迫 使得风云再起 还有其他的几个风云家族核心官员 全然不敢吭声 直到这时才意识到 墙中自有墙中手 自己这回是遇到强敌了 身为风云副队长的二百级骑士 风云天启赶忙圆场 兄弟 我想 我们之间可能是有什么误会 你们杀了我的人 张义说道 还有什么误会 此时 风云天启说道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魔王是被你引出来 并且打残的 我们赶到隐魔之城的时候 就只有魔王在那里 并没有看到你 再者刚才 我的人说是你们动手在先 杀了我的人 我们这是正当防卫 才对你们反击的 不等张义开口说话 王者荣耀说道 放屁 明明你们的人 故意引怪袭击我们的 想要把我们赶出夭兽山脉 然后独占这片资源之地 听言 对阵的风云再起 仿佛突然间明白了什么 当即神色如赤 随而对张义低头道歉 我为今天的事 向你们道歉 张义放下法杖 看了眼风云再起 随而 对着前方风云战队的玩家 一句一顿道 这一次 是十倍偿还 再有下次 让你们百倍偿还 风云再起 立即领着风云的玩家 灰溜溜地撤离了 妖兽山脉 回程途中 人群中有人不服 明明就是 他们动手在先 杀了我们的人 队长 你刚刚为什么道歉 那个玉兽师是厉害 但咱们风云好歹几十万弟兄 他一个人 再厉害 又能如何 就算能以一敌千 还能以一敌万 对此 风云再起 一言不发 而事实上 他并非是怕了 而是 他终于弄明白了一件事情 如果事情真如他想的那样 真是自己的人有错在先 那这件事 的确就是他们不对 如果不是他想的那样 那么今日这笔账 他风云再起 势必会找龙族算回来 还没回到曙光城 风云再起他们 便跟刚从城里出来的风云熊霸 在半路上相遇 而风云再起回程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风云熊霸当面对质 于是 风云再起目光如炬 质问风云熊霸 我再问你一遍 刚在妖兽山脉 到底是谁先动的手 这个重要吗 风云熊霸据理力争 重要的是 他们龙族杀了我们的人 我们不得找他们报仇吗 有仇必报 你说的是 风云再起说道 但我们风云 向来行事光明磊落 你别给我耍印招 见得风云再起 一脸严肃 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风云熊霸 只好将事情原委 一五一十地说出 得知果真是自己这边的人 冒犯龙族在先 试图用石人花 驱赶龙族 离开妖兽山脉 然后抢占妖兽山脉地图的事实后 风云再起 当即怒火中烧 你敢骗我 看着风云再起 恼羞成怒的样子 风云熊霸赶忙解释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家族着想啊 妖兽山脉资源丰厚 如果我们能占据那里 必定能得到一波 很好的发展 风云再起 根本不听风云熊霸的解释 当着一众风云家族 玩家的面 当场解除了 风云熊霸副队长的职位 风云熊霸匪夷所思 为什么将我职 因为你不配 风云熊霸不可治通道 我为家族鞠躬精粹 付出那么多 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家族利益 最后得到的 却是这么一个结果 风云再起杀鸡儆猴 借此机会 对着其他人说道 追求强大的方式 有很多种 但是 谁要是在用 这种卑劣的手段 就别怪我对他不客气 解散 说完 风云再起 便带人离开 风云天起 与风云变色两位副队 则是拍了拍 风云熊霸的肩膀 一声轻叹 别被奸人给利用了 风云熊霸想起了之前 给自己发送匿名消息的人 是啊 如果不是那个人 他又怎么会去妖兽山脉 找龙族的茶呢 气急败坏的风云熊霸 将所有的责任 都推卸到了 那个给他发匿名消息的人身上 另一边 妖兽山脉 击退了风云家族 龙族的人 便继续在妖兽山脉里 采集药材 猎杀石人花 收集石材 而这时 龙族不灭来到张义跟前 说道 老大 这个风云必定是看咱们不爽 这一次两次的 将来肯定还会屡次找我们麻烦 要不要 直接对风云下战书 灭了他们 暂且不必 张义说道 真打起来 两败俱伤 对我们谁都有害无力 反而可能让蜀光城 别的强者家族 有机可乘 我们只需要做好我们的事 当务之急 还是创建主城 建立威信 如果再有下次 我会让他们消失在蜀光城 接下来 趁着大家都各自杀怪 采集材料去了 张义随手打开任务列表 查看了一下天选者第二阶段任务 第一阶段 需要杀死一只虚弱状态下的六阶龙皇 就已经足够变态 没想到第二阶段任务 比第一阶段更加变态 神 天选者 超神级龙族隐藏任务 第二阶段 担任天选者的龙族强者 必须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 才能获得龙族的认可 成为龙族公认的天选之子 请玩家根据任务指引 找到炼狱神殿 黑暗龙族主城 夺取炼狱神殿内的能源晶石 任务时间 110天 已获得第一阶段任务奖励的时间 延长加成 第一阶段 是杀一头六阶龙 到了第二阶段 居然是直接要让张义去 捣毁一座黑暗龙族主城 有过上一世的经历 所以张义知道 天启世界 每一座城池 包括玩家自己创建的主城 都有一颗能源晶石 能源晶石 会不断释放能量 来维持主城运转 相当于人体的心脏 而上一世 随着后世创建主城的家族 越来越多 彼此之间 为了争夺资源 攻城战爆发之后 攻破敌人主城的最好办法 就是夺取其城内的能源晶石 任务虽然变态 感到震惊的同时 张义却又有些兴奋 因为 这座黑暗龙族主城的能源晶石 将来必然也能为张义自己所用 有了这颗晶石 将来创造主城之后 张义就不用再去跋山涉水 寻取晶体 铸造人工能源晶石了 而且 龙族的能源晶石 质量绝对超过人工晶石的十倍 第1392章 A集附魔师 蓝色附魔 张义并不后悔 当时没有直接领取神级龙族隐藏任务 天选者的奖励 而是把他升华为了超神级 现在的这个超神级任务 可不仅仅只是完成任务之后 获得奖励那么简单 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阶段任务 都会给张义带来利益 就好比已经完成的第一阶段 杀死了一头六阶龙皇 让张义得到了一波丰收 第二阶段 如果能够攻破炼狱神殿 最后不仅能得到 这座黑暗龙族主城内 价值极高的能源晶石 张义顺便 还能在这座城池里面 大捞一笔 要知道 这可是黑暗龙族的主城 谁也不知道 里面蕴藏了多少的宝藏 不过张义也知道 这个炼狱神殿 肯定不是那么容易打的 打开地图一番搜索 张义发现这个炼狱神殿的等级 赫然已经达到了220级 在张义地图上 是呈现的黑色死亡区域 张义打算 今天晚上 先去这个炼狱神殿看一看 勘查一下 提前备战 在那之前 白天 张义则是跟龙族众人一起 刷妖兽山脉 摸尸术提升到B级之后 张义在妖兽山脉地图上 基本摸尸体 全部都是A级石材 因为妖兽山脉 提高玩家复职业技能10倍效果 B级摸尸术 就相当于A级 摸尸宝底 就是A级材料 如果不是这个地图太低级 张义甚至已经能够大量采集S 甚至SS级的顶级材料 不过 就算全部都是A级材料 张义也心满意足了 在妖兽山脉一刷 又是一天 到了傍晚6点 张义便回城了 而为了不让妖兽山脉这个地方 被别的家族势力抢占 龙族实行两班岛制度 一半人白天刷 另一半人就白天休息 然后到了晚上 两班人进行换班 如此 就能确保妖兽山脉 时时刻刻都有龙族的人在里面 越是高级的家族 领地全意识就越清晰 别的玩家看到妖兽山脉里 全是龙族玩家 也就不敢随意踏入龙族的领地 回到曙光城 张义打算再去勘察 炼狱神殿之前 把今日份的体力刷光 然后给装备复一下魔 在这之前 张义的装备从来都没有覆魔 因为覆魔石收集难度太高 也就是今天干掉了一头六届龙皇 跟一头五届龙皇 让张义从中收获了足足 130多颗白色覆魔石 加上之前任务 还有其他一些渠道收集到的 张义包里 已经拥有200颗白色覆魔石 按照覆魔石升级规则 每10颗同级覆魔石 可以合成一颗高级覆魔石 张义将这200颗白色覆魔石 带到了曙光城的一家宝石店 让老板阿末进行合成 覆魔石升级 包括覆魔 这个操作都可以由副职业 学习了覆魔石的玩家来完成 如果让NPC覆魔石帮忙 就得支付昂贵的金钱 只是现阶段的D级覆魔石 覆魔成功率极低 搞不好覆魔失败 还会直接损失覆魔石 所以张义不敢冒这个险 宁愿花点钱 让高级的NPC覆魔石帮忙覆魔 上一世就是吃了覆魔石的亏 搞了个听起来高大上的覆魔石职业 结果覆魔石提高职业等级 必须通过覆魔 覆魔石又非常难搞 搞不好覆魔失败 就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导致上一世选择了覆魔石职业的玩家 后来多半都废了 张义来的这家宝石店 老板阿末是个A级覆魔石 虽然不是很高级 但是起码紫色级别以下覆魔 对于他而言都不存在失败 于是张义将200颗白色覆魔石交给阿末 并且支付了2000万的金币 让他帮忙合成了20颗绿色覆魔石 没错 白色覆魔石合成单价 就达到了100万金币 虽然对于身拥百亿资产的张义来说 算不上什么 接着 以300万金币的单价 张义又花了600万金币 让阿末帮忙将20颗绿色覆魔石 升级为两颗蓝色 辛辛苦苦积攒了那么多天的覆魔石 到最后 就成功得到了两颗蓝色覆魔石 不过 也不要小看了这幅魔石的威力 恰巧此时 店里来了两个女玩家 他们各自手里 揣着两颗白色覆魔石 兴高采烈地来找老板覆魔 那两个妹子 也不管张义是谁 就只是对张义笑言 帅哥 能让我们先付一下魔吗 我们一会儿急着付完魔出去打一只BOSS 张义倒也没有犹豫 秉着绅士态度退让 两女说完谢谢 便各自将武器与戒指装备 加上两颗白色覆魔石交给阿末 武器戒指附魔 出现的都是攻击力属性 这两女 还真是追求暴力发育啊 只见阿末收了钱之后 伸手一挥 附魔石就变成附魔属性 镶嵌在了装备上 其中一个200级八转弓箭手女孩 拿起附魔丸的长弓 看着上面的附魔属性 喜出望外 哇塞 一条白色附魔 就加了500万的攻击力 我这把强化14级的弓 也才只是 加了2000多万的攻击力啊 这也太强了吧 另一个刺客女孩 也是欣喜到 想不到附魔这么强 有了这个附魔属性 咱们今天晚上 一定就可以干掉 那头50星的BOSS了 说着 两女便兴高采烈地哼着曲儿 离开了保时殿 这时 张义上前 她也将武器部位装备 拿了出来 因为向来 张义就是走暴力输出路线的 而且 张义一下子拿出两把武器 也是让老板阿末呆了眼 神级天赋双刀流 能够让张义 同时装备两把武器 66星准神器 御火全杖 与66星火属性 神皇法杖 张义交了2000万金帝给阿末 阿末便开始附魔 最终 两个蓝色附魔时 便乘两条蓝色附魔属性 附加在了法杖上 神皇法杖蓝色附魔 加4000W攻击力 御火全杖蓝色附魔 加4500W攻击力 附魔 除了跟自身附魔品级有关之外 还跟附魔的装备有关 装备星级品质越好 同级附魔属性加成越高 这就导致 都是66星装备 准神器 御火全杖的附魔属性 就要比神皇法杖高 500万攻击力 如此 蓝色附魔跟白色附魔的差距 也就出来了 两条蓝色附魔 就让张义的攻击力 增长了8500万 算上张义其他的一些攻击力 百分比加成 张义打开状态栏一看 攻击力 直接从2.1亿飙升到3.5亿 第1393章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焉 关于附魔 系统有一项十分人性化的设定 那就是 装备附魔之后 将来更换装备的时候 可以将附魔属性 继承到新装备上面 所以 张义也不必担心 到时候神皇法杖换掉 这个蓝色附魔 会不会就此浪费了 另外 已经附魔的属性 也能升级 跟附魔石合成道理一样 额外消耗九颗蓝色附魔石 就能让装备上的一条蓝色附魔属性 升级为紫色 结束了附魔 张义的输出能力 又上升了不少 接着 开始炼药 把今天所有体力全部炼完 张义便跟行天一起绝尘他们一块 来到曙光街道的一家餐厅吃饭 看着还在装修阶段的一号餐厅 众人眼里 都是充满了憧憬 到时候 利用这家店赚钱 不仅仅可以用来打造主城 也可以用来强化龙族的整体实力 天气世界里有钱也可以强大 在餐厅里吃着晚饭 行天问道 晚上要不要我们跟你一起去一趟那个炼狱神殿 不用 张义说道 我一个人去一下就行了 现在去了也打不了 我只是过去勘察一下那边的情况 行 行天他们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就在这时 忽然几道熟悉的身影走来 张义抬头一看 见得来者居然是风云再起 与风云家族的几位核心成员 只见得风云再起走到张义跟前 伸手一挥 手下人忽然抬着一个大箱子过来 摆在了张义面前 箱子打开 里面呈现着一满箱子的金币 估算起码得有几十个亿 这一幕 可把餐厅四周一些正在吃饭的散人玩家给看呆了 好多钱 我靠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金币 这一大箱子 起码得有几千万金币吧 这是金币里箱 最大容纳五十亿金币的 装满了 得有五十亿 我天 五十亿 周围一群人目瞪口呆 口水直流 这是什么意思 张义问道 风云再起 毕恭毕敬道 今日妖兽山脉之事 着实抱歉 当时是我手底下一位兄弟传错了消息 让我误以为是 你们的人先对我们动了手 才大肆进军妖兽山脉 小小心翼 以表歉翼 还望兄弟布局小结 张义微微一震 这风云再起 倒是个豪爽之人 看到他都这么不顾面子 低下头来诚恳地道歉了 张义心中对于风云战队的怒火 也就一下子散了 小事 已经过去了 武功不受禄 金币就算了 你们拿回去吧 今天的事 就当没发生 只要日后 你们不再对我龙族有所威胁 不会不会 其实风云天启赶忙说道 我们当时也是收到别人的匿名消息 说你们龙族在开荒妖兽山脉 结果我们那个弟兄 当真是被那人给蛊惑了 所以才去妖兽山脉 试图抢占你们地盘呢 匿名消息 张义微微皱眉 风云再起则是说道 犯错事的那位兄弟 我已经解除了他副队长的职位 张义点了点头 行吧 这次就算了 于是 不管张义怎么拒绝 风云再起 他们都要执意留下金币箱子 然后离开了餐厅 张义便勉为其难地 收下了他们送来的金币 结果一清点 足足五十亿 张义跟夜镜天明 都有百倍金钱天赋 在完成一些高级任务 或者击杀高级boss的时候 就能得到大量的金币 五十亿金币 对于龙族来说并不多 但是对于风云来说 可能就是一大笔财富了 一号餐厅一天的租金 加上工人费用 就要二十亿金币 这五十亿金币正好 也可以填补一下 店铺上面的费用 只待风云再起 他们离开 同桌而坐的龙族不灭 开始讨论起来 看不出来 这个风云再起 还挺仗义啊 知错能改 善莫大焰 就他们那个叫 风云熊霸的弓箭手吧 最可恶 龙行天下说道 要不然就是今天在妖兽山脉 被咱们老大打怕了 怕被报复呗 所以讨好 咱们龙族来了 就在龙族不灭 他们议论纷纷之时 一起绝成的关注点 却是有些奇特 你们有没有听到他刚刚说 是有人匿名向他们透露了 我们龙族刷妖兽山脉的消息 怂恿他们去侵扰我们的 是 行天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包括上次 魔王刷新的时候 也是有人刻意全程发送匿名消息 公布了魔王刷新的消息 就像是故意的 引诱各大家族的人 去隐魔之城抢夺boss 这时 张义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看向行天 问道 那天晚上你去打猎 结果怎么样 将冥界的人全灭了一波 行天回答 所以还是没能将他们永久性抹杀 张义说道 行天摇了摇头 我又没有你的龙 怎么把他们带去 可以抹杀他们的地图 话说到这 行天顿悟道 是冥界的人匿名给风云发的消息 纳王未经警告过他们 再有下次 绝不顾扰 张义轻笑了声 你太低估冥界的报复新了 冥界向来有仇必报 而且他们不怕死 你越是威胁他们 他们反而越会变本加厉地报复你 这个世界上 真有不怕死的人吗 龙族不灭听着有些玄乎 据张义所知 冥界 在上一世 还有一个称号 叫敢死队 因为冥界的主心骨 也就是冥界之主 冥界之心 包括冥王这些人 曾经在现实世界中 全都是进过监狱的犯人 后来进入天启世界 这些志同道合 或者说臭味相投的人 便聚集到了一块 形成了冥界 后来冥界招人准则 就是以无畏 无惧 心狠手辣为主 而此时 张义大概已经锁定了目标 不出意外 应该就是他们了 龙族不灭猛然拍桌 这帮混蛋 上次嗨的老大女 任务失败 差点让一号餐厅那个店铺 让别人给卷走了 这次居然还敢怂恿别人 来针对咱们龙族 与此同时 张义严敌也浮现出一抹杀意 是得回报一下他们了 这时 张义忽然说出一句 让人细思极恐的话来 你们觉得 为什么我们的行动 总能轻而易举地暴露 一时间 众人像是明白了什么 看来 冥界的人 早就已经盯上我们了 张义的脑海里 忽然出现了一个计划 第1394章 恐怕你没那个机会了 夜幕降临 黑夜笼罩大地 曙光城中 一家餐厅之内 冥王正与一帮 冥界玩家吃着晚餐 一边正在商讨 下一步计划 听说今天上午 风云家族跟龙族 在妖兽山脉那边 打起来了 而且局势凶猛 双方都损失不小 随着弓箭手 明月话音刚落 刺客冥王哼哼笑道 风云的那帮人 也是蠢驴 叫他们去抢龙族的地盘 他们还真去 这时 明月问道 老大 那我们 接下来怎么做 冥王不假思索地说道 继续盯着龙族 但凡他们 有任何行动 我们就想方设法 破坏他们的行动 总之 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冥王眼底 浮生出一抹恨意 就是别让他们好过 没有足够的力量 直接去铲除龙族 冥王他们 也就只有通过这种手段 暗地里报复张义他们 这很符合他们 冥界有仇必报的风格 而就在这时 忽然一员手下来报 老大 龙族派了一支开荒队伍 去野外采集一株珍贵药材了 刚刚出发不久 听言 冥王当即问道 多少人 大概一百多个人 那刺客小弟汇报情况 其中还有他们龙族的两个精英级别官员 宜诺清城 还有其他核心成员都不在 这时 弓剑手明月兴奋地说道 老大 这可是一个好机会啊 宜诺清城不在 这支龙族百人团 我们不是随意拿念 冥王稍有一丝顾忌 宜诺清城他们呢 那小弟回报 我亲眼看见 他们进一家旅馆休息了 听到这话 冥王不再迟疑 立马召集所有弟兄 跟上那支龙族百人团 今晚 得狠狠削他们一波 于是 冥王他们迅速离开餐厅 集结了曙光城这边所有力量后 在另一边正跟踪着龙族的几个小弟的牵引下 朝着城外赶去 与此同时 另一边 月光的照应下 一行人马行进在一片灵地中 这帮人墨约百人 他们正是龙族的人 而为首者 正是龙族战队精英身份的二百级八转弓箭手 王者荣耀与风暴天使 途中 王者荣耀忍不住吐槽 你说 为了这么一株材料大牢远跑来 值得吗 风暴天使瞥了眼王者荣耀 队长说值 那就值 那诚哥自己咋不来啊 队长亲自来 要你何用 王者荣耀 殊不知 在这支队伍后方的黑暗中 两道来自冥界的黑影 正在悄然跟随 很快 王者荣耀与风暴天使二人 引领着龙族百人团 来到一座山谷之中 这山谷中 果然遍地都是药材类植物 于是 众人立马开采 外边 冥界的那两个追踪者 则是紧紧盯着龙族玩家的举动 直到几分钟后 冥王领着冥界上千名玩家 抵达山谷外 二话不说 冥王直接一声令下 敬 千名冥界玩家 冲入山谷 还在山谷内采集药材的龙族玩家 看到突如其来的冥界玩家 顿时大惊失色 位于冥界人群之首的冥王 把玩着手中的匕首 冷笑一声道 大半夜地出来溜达 你们怎么敢的呀 这边 风暴天使不可思议道 你们跟走我们 而王者荣耀则是说道 那天晚上 我们行天老大给你们的教训 还不够吗 你们不长记性 原来他叫行天 一想起那晚魔族战事 行天灭杀了自己与手下那么多人 冥王就不由地怒火中烧 这一次来 我就是为了报奈晚之仇 你们家行天犯下的过错 就由你卖偿还吧 给我杀 随着冥王一声令下 冥界千名玩家抄着家伙 气势汹汹地涌入山谷 山谷内的龙族玩家 自知不能以寡敌众 慌忙朝着山谷深处撤退 冥界玩家穷追不舍 途中还干掉了好几个龙族那边跑得慢的法师玩家 龙族玩家被杀时发出的惨叫声 让后边的冥王愈发兴奋 今晚 你们一个也别想跑 不知不觉 冥界追击着龙族 双方顺着后路已经跑出山谷外 然后一头扎进了一座破旧的圣殿之内 冥界的人刚刚追入圣殿 却是发现龙族的玩家全都驻足停下 没再逃跑 冥王冷笑道 跑啊 怎么不跑了 跑啥 对阵的王者荣耀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们根本就没想跑 冥王震了一下 像是突然间意识到了什么 赶忙环视四周 然后猛然心头一震道 不好 这是陷阱 兄弟们 撤 话音刚落 没来得及掉头 身后 挤到黑影徐步走来 定睛一看 发现来者居然是张义 行天 意欺绝尘与胖子 龙族队长 与龙族三大战神 龙族核心成员 悉数到场 冥王大惊失色 骂的 真是陷阱 不是说一诺清城在旅馆睡觉吗 一旁 之前通报这个消息的刺客小弟赶忙解释 千真万确牙老大 我亲眼看着一诺清城进入旅馆的 只是他什么时候出来的 我就不知道了 此刻 冥王终于明白 那只龙族百人团 都是故意引诱他们出来的陷阱 震惊之余 冥王却又不以为然 对着张义说道 埋伏我 又能怎样 你杀得了我吗 显然 冥王身上剩余的三次复活机会 给予了他极大的自信 你怎么认为我杀不了你 张义看着冥王轻描淡写地说道 冥王哈哈一笑 因为你太废了 有种 来杀我呀 告诉你 只要劳子不死 劳子就有一万种方法 让你们龙族日子不好过 恐怕 你没那个机会了 说着 张义抬起法杖 锁定冥王 而冥王也毫不示弱 尽管他已经知道张义的实力 自知在张义面前 自己绝无还击之力 冥王还是义无反顾地持着匕首 冲向张义 正是因为 他还有复活机会 就算被杀 也还能复活 剩余三次的复活机会 给了冥王嚣张的资本 一边冲向张义 冥王一边哈哈大笑 杀不死我 你就等着被我杀死吧 轰隆 一条火龙吞噬冥王 在其头顶爆开一道震惊全场 更是让行天一起绝尘 他们都觉得惊讶的伤害数字 负238.7亿 毫无疑问 冥王直接被秒杀 然而他的尸体 并没有化作白光刷新 而是在几秒钟后 又原地满血站了起来 第1395章 杀人诛星啊 白天的时候 张义的伤害 还保持在140至150亿之间 一夜之间 张义的伤害 就增长了100亿 一骑绝尘有些差异道 你用攻击药剂了 附魔罢了 张义道 武器上的两条附魔 让张义的攻击力增长了1.4亿 更是让张义的伤害 直线上升了100亿 能够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差 当然是跟张义的各方面 伤害加成效果 脱不开干系 火球数 2.55的伤害系数 成火系伤害加成倍率13.5 在成神及浴火龙魂的两倍 最终伤害加成 等同于张义一发火球数 能打出68.85倍攻击力的伤害 这个伤害倍率 乘上张义增加的1.4亿攻击力 最终伤害也就出来了 听到张义所说 之前还没怎么关注过附魔的一气绝尘 感叹道 附魔这么猛的吗 等这是完了 我也回去附魔去 言归正传 放眼前方 看着被杀之后 有原地复活而来的冥王 前阵 冥界玩家都惊呆了 弓箭手明月打开地图一看 发现自己现在所处位置 为LV204室神殿 地图下方明确标识 该地图被邪神诅咒 拥有死亡原地复活的机制 众人这才大惊失色 而实际上 这都是张义他们算计好的 张义他们猜测 冥界的人必定是盯上了他们 所以才能时刻掌控到龙族的一举一动 所以今晚 故意让王者荣耀 与风暴天使俩人 带领一支百人团 出来采药开荒 直接去世神殿 难免引起怀疑 所以 之前去的那座山谷 其实都是假象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王者荣耀 他们在山谷里示弱 从而将冥界的人 引诱到贴近山谷的 世神殿里 现在冥界的玩家 全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闯入了世神殿 接下来等待他们的结果 也就可想而知 老大 明月满脸惶恐 对着前面复活而来的冥王说道 我们上当了 本以为会在曙光城复活权里复活的冥王 看到自己居然原地复活 顿感不妙 忍不住往后倒退了几步 他没想到 因为自己的大意 居然闯入了敌人提前安排好的陷阱 这时 张义说道 你不是想死吗 那我就成全你 话音刚落 LV2038转鬼剑势行天 LV2038转雷霆骑士 一骑绝尘 二人各自顶着一身 尹属性与雷属性神皇套装 持着长枪与剑刃 携黑暗之息与雷霆之力 向着前方的冥界玩家席卷而去 见势不妙 冥王号令撤退 刚一转身 后面的王者荣耀风暴天使 也跟之前被冥界追赶的百名龙族玩家 杀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三头206级的一阶火龙皇 从天而降 封锁了冥界玩家的退路 再看这边 刑天与一骑绝尘 已经杀了过来 二人在张义的守护龙魂 与急速龙魂 以及霸王龙魂的三重加持下 冲入敌阵 迟倒黄龙 势如破捉 势不可当 冥界这边固然有千名玩家 也全然抵挡不住 刑天与一骑绝尘他们的侵袭 因为双方完全不在一个档次 哗哗哗哗哗 黑暗之息与雷霆之力 笼罩全场 刑天与一骑绝尘所到之处 惨叫声不绝于耳 高达五六十亿的伤害面前 冥界这些不到二百级的七转玩家 根本不堪一击 甚至包括他们的领队冥王 单挑王者荣耀风暴天使他们 还差不多 也能虐一虐龙族的普通成员 但是 在面对刑天与一骑绝尘这种顶级高手时 简直就是一团豆腐渣 轻而易举 便被刑天一剑斩杀 为了速战速决 张义也加入了战斗 在两条蓝色附魔的加成下 张义凭借一手暴增到二百四十亿左右的伤害 秒杀全场 以张义现在的伤害 只怕是连自己都抗不住自己一次攻击 本来对于冥界 张义并没有多大仇恨 毕竟是打算等日后去了地狱城 再对付他们的 但是冥王一而再再而三地侵扰 已经触碰到了张义的底线 这是他们自己逼得张义灭了他们 场上 那些冥界玩家被杀死后 触发士神殿的原地复活机制 不停地复活 然后再被杀死 再复活 直到几次复活机会被杀光之后 开始出现象征永久性死亡的星光 不一会儿功夫 冥界的千名玩家便被斩杀殆尽 最后 只剩下冥王一人 此时的冥王 根据每死一次损失本级百分之十经验的惩罚 已经从二百级被杀到一百九十九级 并且 身上的复活机会都已经被杀光了 张义逐步逼近跌坐在地上的冥王 在他面前蹲下 近距离藐视着冥王 说道 给你一个向你们老大留一言的机会 冥王死死盯着张义 接着 果真打开好友列表 向冥界之主发送了视频请求 下一刻 视频中出现了一个 左眼戴着黑色眼罩 只剩下一个犀利的右眼的中年魔族战士 男子的面孔 冥界之主 冥王有意将视频这一面对向张义 使得另一边的冥界之主 刚好与张义对视 没有多言 冥王只是咬着牙 以无比不甘与仇恨的语气说道 队长 记住这个面孔 就是他 队长 一定要替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张义通过视频 看着远在魔族地狱城那边的冥界之主 并未说话 只是缓缓提起了燃烧着烈火的权杖 对准冥王 冥界之主 仅剩的一只眼睛 充满力气 对着张义 一只一顿 我势必 让你血债血偿 随时恭候 张义说罢 发动火球术 当着冥界之主的面 杀死了他的爱将 冥王 轰隆 火球术带动238亿的伤害 清空冥王头顶血条 随着冥王的身体化作点点星光散去 视频也随之中断 这时 王者荣耀在一旁感叹一声 老大 杀人诛心啊 居然当着人家老大的面杀了他的一员大将 张义起身 随口到了剧 动火龙族 便是在自寻死路 除去了冥界在曙光城这边派下的分支力量 张义也终于不用再担心 受到他们的侵扰了 接下来 就是处理好曙光城这边的事情 然后去地狱城 亲手解决了冥界之主 夺下他身上 能够开启天启七大领域的秘持 第1396章 禁军炼狱神殿 解决了冥界的事情 时间已经是深夜十点多 而此时 张义的疲劳度 已经快要见底 本来还打算 晚上去一趟炼狱神殿 勘查一下那边情况的 结果被冥界之事给耽搁了 看来这个任务 只能放在明天了 于是 张义与行天他们 撤离世神殿 回到了曙光城 秉着最后一点疲劳度 张义将体力炼要刷完 然后便在一家旅馆安然入睡 不知不觉 已经是一号餐厅装修的第三天 一大早 张义来到曙光街道 查看了一下店铺 发现装修进度差不多 已经达到四分之一 距离完工之日越来越近 张义也开始要备货了 而这两天 龙族在妖兽山脉那边 发育的也是相当不错 通过在妖兽山脉那边 采集而来的大量AB 及药材与食材 然后再由烹饪师炼药师 进行烹饪与炼制 现在 龙族仓库里的AB 及食物跟药剂 已经堆积如山 而且市面上 已经开始有不少的家族战队 在大量收购这些东西 一打开曙光城的聊天区域 这类消息随时可见 擎天一注 男 201级八转骑士 C级烹饪师 擎天队长 大量收购B级各类药剂 价格好说 大量私我 起码十万辆以上的 陈渝洛艳 女 200级八转魔法师 D级附魔师 清国副队长 收药剂 食物 无论品级 价格私疗 绝月 男 201级八转刺客 C级锻造师 绝杀成员 出售1000组C级混合药剂 一口价300万 要得戳我 先到先得 因为正如张艺之前所言 为了开荒 一级组成周边的一些高级地图 许多家族肯定会大量收购 高级药剂与食物 这些东西 会变得越来越抢手 龙族仓库里 堆积的全部都是AB级药剂与食物 甚至CD级的都直接出手了 而AB级药剂食物的储存量 起码都已经达到了上百万的量 这些货物 就算是现在脱手 根据市场行情看的话 也能随便挣个一两百亿 不过张艺可不打算 现在就把他们卖掉 这些货 可都是留着将来 用来给新店带人气的 早饭过后 行天跟一起绝尘他们 带着换班的人去妖兽山脉 跟那边通宵了一晚的兄弟 换班对接去了 而张艺 则是孤身前往炼狱神殿 骑着小巴 胆往炼狱神殿的途中 张艺通过龙魂界 联络了一下韩雅柔 韩雅柔依旧没有告诉张艺 她现在在哪里 不过 她也时刻都在向张艺表明 她现在处境是安全的 也还在抗击体内的黑龙意识 而且 根据韩雅柔所说 有时候 她已经能够逐渐掌控体内的黑龙意识 占据主导权了 这倒是一件好事 没准到最后 韩雅柔真的能凭借自己 彻底击溃黑暗龙皇的意识 也说不定 不过张艺这边 也还是不能怠慢 不能完全地指望 韩雅柔能自己对抗黑龙 张艺还是要尽快地杀死这一世的黑暗龙皇 来替韩雅柔抹出她体内的黑龙意识 另一边 张艺也了解到 战国无双 皇族 剑阁 新陈殿 还有复生者 这曾经跟张艺共患难过的五大家族 也都陆续进驻了一级主城 只是因为种族不同 为了家族考虑 他们都没有来到曙光城 而是去了适合自己种族发育的主城 张艺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创建了主城之后 把他们全部拉拢来 张艺自己创建的主城 共同发展进步 这五大家族 可都是张艺印象中 上一世天启世界新国区内 响当当的高级世家 将这几股力量 全部汇聚到一起的话 张艺必定能打造出 新国区最强玩家主城 如此想着 张艺便创建了一个聊天群 这个功能是一直有的 只不过需要花钱 来维持聊天群的持续运转 开创聊天群后 张艺又通过好友列表 将各大家族的核心级人物 拉拢到了这个群里 随着张艺一声招呼 群里一下子就热闹起来 一诺清城 男 206级八转龙魂师 嗨嗨 各位 剑圣 男 202级八转战士 什么情况 我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个群 战国吕布 男 202级八转战士 大伙都别藏着掖着了 出来露个面 蝶舞 女 205级八转刺客 这是张艺哥哥创的群吗 好久不见了张艺哥哥 还有各位 大家都还好吗 一夜孤舟 男 202级八转预魔者 看来前辈这是要有什么行动啊 所以剑群 让大伙一起行动吗 at一诺清城 一诺清城 也没啥事 日常唠嗑 顺便打算创个主城 日后 邀请大家来我主城 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兴趣 若臣 男 203级八转弓箭手 创建主城 好像不容易 人力物力财力精力 太难了 一诺清城 我有把握能在半年之内创建主城 剑圣 真假的 大佬 你别开玩笑啊 蝶舞 我相信张艺哥哥 一定可以的 这时 张艺说道 嗨嗨 有件事还得劳烦各位 就是创建主城 有一道必须得能量系材料 每一座一级主城 定期只会诞生少量 剑圣 梭嘎思念 我就说 大佬无缘无故开个群 肯定是有所企图的 一夜孤舟 你说的吗 难道不是我说的 一诺清城 呃 这样 你们帮我收集材料 到时候主城创建出来了 免费让你们入住 谁收集材料效率高 我给谁封守城大将军 战国吕布 好家伙 你这一手空手套白狼的买卖 做得可不错啊 张艺轻壳了声 那啥 先多谢诸位 你们聊着 我还有事 先撤了 刚刚关闭聊天 正好 张艺已经抵达了炼狱神殿 放眼望去 那是一座十分巨大 而且很古老的城池 高达百米的城墙 已然破损不堪 而且在这座城池外围 设立了一道灰色的能量结界 张艺试了一下 发现无法突破结界 进入这座炼狱神殿 就在这时 哼 赫然一股强大的力量 从炼狱神殿内透过结界震慑出来 将靠近结界的张艺给先飞了出去 第1397章 黑血龙甲 神界的制裁 张艺从地上缓缓爬起 望着几十米开外 坐落在黑暗中 被一股黑暗气息笼罩住的龙族都市炼狱神殿 心底莫名浮生出一丝惶恐 因为 从炼狱神殿里散发出来的力量 是空前绝后的强大 甚至对于张艺的压迫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六阶天脉龙皇 鱼 说明 潜藏在这座龙族主城里的危机 比一头六阶龙皇更强大 连他一个拥有满级龙族血统的神级龙魂师 都无法轻易靠近 张艺站起身来 正准备再次靠近炼狱神殿 忽然 浴火龙皇八部从天而降 坐落在张艺身前 并且展开双翼 冲着张艺不断低吼 似乎是阻止张艺继续靠近炼狱神殿 张艺似乎明白了什么 便停下了脚步 不再接近神殿 小八只有预感到 主人出现危险的时候 才会自主出现 显然 张艺就这样接近炼狱神殿的话 肯定会有极大的危险 可是 天选者第二阶段任务的目的 就是要张艺找到能源晶石 摧毁炼狱神殿 不进去的话 又怎么能找到能源晶石呢 与此同时 张艺也想到了一个很奇特的特点 正常情况下 龙族主城 是不会出现在这种公众地带的 而且常人 也不可能轻易能够接近龙族主城 看样子 是因为这座炼狱神殿 太过破败了 张艺顺手打开地图 根据地图上的介绍得知 这座龙族主城 居然已经荒废了上千年 龙族的历史 十分古老 它们比人类诞生的更早 一千年前 这座曾经繁荣昌盛的龙族都城 炼狱神殿 因为其领主 地狱龙皇 古拉 触犯天条 使得整座都城 受到了神界的制裁 神界 而且主神派遣五位神灵 击溃了整座炼狱神殿 灭杀其中数万黑龙 并且封印了地狱龙皇 古拉 而后 炼狱神殿就开始堕落 时至今日 炼狱神殿也还被神界力量封印着 一般人不得踏入 看到地图介绍 张艺终于明白 为什么小八不让自己靠近炼狱神殿了 原来 这炼狱神殿的主人 居然是天启世界黑暗龙族九大顶级龙皇之一 没错 地狱龙皇 古拉 正是一头七阶龙皇 与此同时 张艺也是有些吃惊 莫不是这第二阶段任务 是要自己干掉一头七阶龙皇 才能得到炼狱神殿的能源精实 不过想想 应该不可能 至少以任何玩家现阶段的力量 都不可能对抗得了七阶龙皇的 系统不会发布玩家现阶段 甚至起码未来一两年之内 也绝对没可能完成的任务 该说不说 这神灵是真的厉害 根据炼狱神殿地图介绍 那五个神灵就杀死了炼狱神殿数万头黑龙 摧毁了整个神殿 甚至还封印了黑暗龙族九大顶级龙皇之一的地狱龙皇 这未免太可怕 同时也让张义心里面 对能够让自己获得神灵之位的 神灵之子这张魔法卷轴更加的憧憬 言归正传 接下来还是得想办法进入炼狱神殿 完成天选者第二阶段的任务 当前却又不能接近炼狱神殿 张义结合地图 还有任务上面的描述 找到了一条不知道是否有用的线索 一千年前 地狱龙皇 古拉在触犯天条 被神界制裁之前 曾经动用黑暗力量 一夜之间毁灭了十几座人类城市 利用那些人类的血肉 铸造出一副黑血龙甲 试图用这黑血龙甲来对抗 即将来制裁他的神界 只可惜 黑血龙甲尚未打造成功 神界的制裁就已经到来 最终五位神灵摧毁了炼狱神殿 所以 关键词在这个黑血龙甲上面 毕竟 系统不会给予玩家无用的任务信息 既然描述里面说了黑血龙甲 这玩意儿 就肯定会对这个任务有帮助 于是 张义锁定目标 那就是 从黑血龙甲入手 接着 张义便默默离开了炼狱神殿 回到曙光城后 张义开始在城内NPC的身上 多方打听黑血龙甲的事情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根本没有人知道什么黑血龙甲 毕竟 这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情了 这十几代的人 哪里会知道 那么久远的事情 时间一转 就到了中午 在城里兜兜转转了 一个上午的张义 来到曙光街道 在一号餐厅对面的一家饭馆里 准备吃饭 同时 张义也在怀疑 是不是自己天生就不适合干这事 找人找物 打探消息这事 果然还是得人称 小灵通的石荒者在行啊 就像上一次 让石荒者打听 天麦龙皇的藏身地点 居然还真让他把天书阁 给打听出来了 甚至 连开启天书阁的密尺所在处 黑龙巢穴都给挖了出来 张义叹了口气 男男道 还是交给荒子吧 正打算吃完饭 就拜托石荒者 去帮忙打听黑血龙甲的事情 就在这时 几个熟悉的身影忽然进入饭馆 张义乍一看 居然是自己的房东 康特 这好巧不巧的 一身长白大衣 头戴金丝 好一副阔绍打扮的康特 跟手底下的几个保镖 也注意到了这边的张义 便走了过来 康特拍了拍桌子 故意面露不悦 都怪你小子 好好地拆我一号餐厅 搞得我现在吃饭都没地方吃 这不是餐厅没有拍卖行赚钱吗 张义对着康特笑笑 道 这顿我请你吧 康特立马面露喜悦 哈哈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说着 康特也不客气 就在张义桌边坐下 小伙子 你人品不错 康特上下打量了张义一眼 露出一个欣赏的表情 有勇有谋 我有个远房表妹 不如 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不用了 谢谢 张义婉拒 闲聊的时候 张义倒是突然想到 康特人机圈广阔 基本上曙光城的NPC都认识他 他也是属于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这种定位的NPC 张义便随口问了一句 对了房东小哥 我能问你个事情吗 打住 康特马上表情一崩 请我吃个饭 就想找我帮忙了 我这饭可还没吃到嘴里呢 张义摇了摇头 算了 估计问了你也不知道 那就不问了 没想到 这康特反而是吃激将法这一套 听到张义这么说 康特立马不乐意了 这世上还有我不知道的事 你问 你听说过黑蟹龙甲吗 张义本来也只是抱着随口问问的态度 并没指望真能问出结果来 然而 张义这话一出口 康特的神情立马呆住了 张义也猛然一阵 有戏啊 第1398章 和神种 寻找龙甲 你怎么知道黑蟹龙甲 康特反问张义 而且他听到这个名字后 表情里面明显充斥着恐惧 张义说道 你知道他在哪里 能告诉我怎么找到黑蟹龙甲吗 接着 康特陷入了一段回忆 黑蟹龙甲 乃善古神物 亦是我老康家 世世代代所守护的东西 康特说道 我爷爷曾经在世的时候告诉我 一千年前 黑暗龙族触犯天条 遭到神界制裁 后来为了抵御神界 他们一夜之间 屠杀了十几座城市的人类 用他们的血肉 铸造黑血龙甲 只是黑血龙甲 还没有打造成功 他们就被神界给收拾了 而当年 我的增增增增增增 祖父 就是被那些黑龙抓去 给他们铸造黑血龙甲的奴役之一 想不到在康特身上 居然还有关系着黑血龙甲的机遇 张义并未打断康特的话说 只是静静倾听着他的讲说 黑暗龙族被神界制裁之后 我的增增增增 等等 张义实在忍不住说了一句 后边咱们可以统称为 祖父吗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好了 康特瞅了眼张义 接着说道 后来为了防止黑血龙甲 再次落入黑暗龙族手中 我老族与其他奴役 将黑血龙甲分解之后 埋藏在了地下 而我们老康家 则世世代代守护着 胸甲部位 听完康特所说 张义顿时喜出望外 他也确实没想到 不仅在康特身上 了解到了 有关黑血龙甲的信息 而且还了解得 这么透彻与全面 于是 张义也道出了自己的来意 实不相瞒 我今天上午无意中 发现了一千年前 祸害人间的那群 黑暗龙族巨龙的老巢 但是他们的老巢 被神界结结封印 恐怕只有黑血龙甲 才能打开 康特吓得一哆嗦 你你你想干什么 难道你想把那群恶魔放出来 不是 张义说道 炼狱神殿内 黑暗龙族的力量蠢蠢欲动 一直这么下去 可不是办法 唯有进去彻底消灭 那些灵魂不息的恶龙 才能永久铲除 蜀光城的威胁 听张义这么一说 倒是有道理 康特只问了句 你能保证 可以杀掉那些黑龙吗 蜀光城是我们 共同的家园 张义只是这么回答了一句 康特便点了点头 好 那我老康家 世世代代所守护的东西 就交给你来守护了 我把我们老康家 守护的胸甲的位置告诉你 等你找到胸甲之后 他会指引 你去找到其他部位的 张义欣喜道 多谢 于是 康特告诉了张义一个位置 张义二话不说 马上就离开了饭馆 迫切地 循着康特所说的地方 赶了过去 只待张义刚刚离开饭馆 康特猛然想起了什么 问到身边一个保镖 他参废结账了吗 那保镖摇了摇头 好像没有 康特沉默了下 你个龟酸 坑我犯钱 我要找你房子 复空中 张义骑着一头火龙 锁过之地 陆地上分布在各大野区的散人玩家 无意不是投来惊现的目光 而张义此行的目的地 是一个205级的地图 河神种 根据地图上的描述 相传一千年前 黑暗龙族与鬼族危害人间的时候 曾有河神献身拯救了人类 后来河神死了 人类为其建立了河神种 并由一个康信世家时代 守护河神种 一般人的确会被系统描述误导 就当真以为 河神种是守护河神的地方 现在也只有张义知道 河神种下面埋藏的 黑穴龙甲的胸甲 很快 张义便抵达了目的地 浮空中望下去 那是一座巨大的墓地 墓地之中 随处可见一座座坟墓 而此时却是看到 河神种内 还有无数玩家遍布其中 在杀怪炼击 原来 相传玩家在河神种内 猎杀对河神不敬的蛇妖 并收集蛇妖体内的精血 供奉给河神 玩家就可以获得河神的恩赐 大幅度提高玩家 在河神种内的杀怪收益 也正是这个机遇 引得无数玩家 来这个地图开荒 而张义更是诧异地发现 此时霸占了河神种地图 在里面炼击的那些玩家 居然全都是 风云战队的人 真是巧了 张义也没有多想 在河神种附近坐落下来 然后将小八收回空间 独自一人走向河神种 一集主城周边 机遇地图很多 只要玩家善于发现 就能掌控很多 可以快速升级提高实力的办法 但是诸如此类的机遇型开荒地图 基本上都是被一些高级家族占领 散人 或者一些势力比较弱的家族 是没有权利与强者争抢资源的 曙光城战队榜显示 风云的排名 已经从几天前的第八名 上升到了第七名 排行前十的 全部都是满三十万人的十级战队 这个时候 就不是比人数了 而是比综合战斗力 只当张义刚刚进入河神种 正在外围练及的一帮风云玩家 看到来者身份 一个个都是 吓得一击零 一 一诺清诚 快去通知队长 显然 这些人都还沉浸在 昨天被张义虐杀的恐惧之中 甚至都还没有意识到 他们队长风云再起 早就已经私下找张义 双方议和了 不一会儿 风云家族两大副队长 魔法师风云变色 与骑士风云天气 亲自赶到 二人看着张义 均是一脸惊讶地说道 一诺清诚 你想干什么 要是你想刷河神种的话 我们可以给你们让点地方出来 只要你们别太得寸进尺 看着俩人这般又耸又认真的样子 张义忍不住笑道 别紧张 我不是来抢你们地盘的 只不过是想来找个东西 这时 一道声音从后方响起 你要找什么 人群退散 202级战士风云再起 从人群后方走了过来 身为风云队长 风云再起升级倒是挺快 来到张义面前 风云再起 十分客气地说道 一诺清诚兄弟 想要找什么 我们可以帮你找 面对风云再起 张义暂且没有直接提及黑雪龙甲 我要找的东西 就在这个地图下面 听言 其实风云天气问道 难道你是在找河神 魔法师风云变色寻思着说道 只是我们在这里刷了一天了 也只是知道 蛇妖的精血 可以直接供奉给河神 但是谁也没有真正见过河神 这河神 怕是不好找啊 风云再起沉默了下 说道 没事 既然一诺清诚兄弟要找河神 哪怕是绝地三尺 我们也尽量帮忙 给你把河神挖出来 第1399章 不打不相识 化敌为友 张义就像是一个贵宾一样 被风云的玩家 请入了河神种 风云再起 亲自引领张义 参观起河神种 并且为张义介绍河神种 河神种中央位置 有一座祭坛 猎杀蛇妖 取其精血投入祭坛 就能获得河神的buff庇佑 在祭坛那边 找到河神的可能性 会大一点 张义点了点头 好 那我就去那边找找 这时 风云再起 再一次对张义说道 实在抱歉 昨天在妖兽山脉那边的事 张义笑了笑 小事 已经过去了 就不必再提 风云再起点了点头 哈哈一笑 道 一诺清诚兄弟海量啊 现在看来 这个风云再起 倒是个不错的人 至少他知道自己做错了 不会强行给自己找借口辩护 身为一个三十万人战队的队长 还能压下面子 来给自己道歉 这一点 就足以证明他人品不差 想到上一世 后来明界大肆进军蜀光城后 风云家族为了捍卫人族蜀光城的尊严 而到最后 被明界杀得家破人亡的场景 张义就为风云再起 感到有些惋惜 河神种地图非常宏大 张义跟着风云再起 走了许久未到 干脆直接召唤一头一接龙皇 张义宁愿消耗龙魂值召唤一接龙皇 也不愿召唤免费的小疤 自然是因为小疤高贵 张义当然不会轻易让别人骑他 而仅仅只是召唤出一头一接龙皇 就让周边一众风云家族的玩家震惊不已 附近所有人都对着张义投来羡慕的目光 张义骑上龙背 看向风云再起 说道 上来吧 风云再起有些迟疑 可以吗 来吧 于是风云再起与风云天起他们几人 也骑上了龙背 张义驾驭着一接龙皇 于地面腾飞而起 骑龙皇 这拉风的一面 别提让周边多少玩家惊陷万分了 一眨眼的功夫 就飞到了和神种中央位置 张义几人坐落下来 果然看到 这里有一座雕刻着七八米高的和神石像的流水祭坛 不 确切地说 祭坛里流的不是水 而是血 不过都是和神种地图内的怪物 蛇妖的血 而不是人血 这时 风云再起 指着祭坛中的血池 对张义说道 我们刚来的时候 这座血池是空的 据说将血池积满的话 和神就会现身 应该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张义点了点头道 就这样试试吧 说吧 张义也提起法杖 准备跟风云的人一起 猎杀蛇妖收集精血 来填充血池 205级和神种 遍布地图内的205级蛇妖 是一种人手蛇身的怪物 作为曙光城战队榜 排行第七的战队 风云家族的玩家 实力不俗 并且来到和神种的 基本都是到达200级 完成了八转的玩家 他们的实力 越5级对付蛇妖也是 没有太大问题 周围 风云玩家5人一队 各自都在努力配合着 单杀一只蛇妖 205级蛇妖 拥有6.8亿的攻击 900亿的血 看着周围那些风云家族的玩家 打在蛇妖身上的七八亿伤害 张义锁定视线中 刚刚刷新出来的三只蛇王 法杖挥动 轰轰轰 火球术 冰冻术 极光术 灭是绝 结合多重攻击 幻化成十几条火龙 吞噬蛇妖 -238亿 -229.9亿 -467.8亿暴击 一连串惊人的伤害 瞬间直接秒杀那三只蛇妖 这一幕 把周围的风云家族玩家 都给看呆了 甚至有人怀疑 自己是不是玩的假游戏 然而 由于张义的等级达到206级 已经超过了蛇妖的级别 杀死蛇妖后 张义并未获得一点经验值 不过 那些蛇妖 却是正常掉落了精血 那是一包如同血袋一样的东西 每一只蛇妖 都必定掉落精血 而一百袋精血 可以供奉一次 玩家将随机获得 一项buff效果 而除了精血之外 张义在蛇妖身上唯一的收获 应该就是材料了 使用摸尸术 可以在蛇妖的尸体上 采集到珍贵食材 蛇肉 于是 张义一边猎杀蛇妖 一边收集精血与蛇肉 在周边风云家族 别的玩家五个人一起 才能勉强对付一只蛇妖的时候 张义直接成群成群的杀蛇 那些蛇妖 根本连接近张义的机会都没有 不一会儿功夫 张义就干掉了一百条蛇妖 成功收集到了一百袋精血 可以去祭谈献剑了 看到风云家族别的玩家 好不容易大伙一起 集齐一百精血完成献剑 然后得到类似于增加 百分之一百对蛇妖伤害 提高百分之五十击杀蛇妖 获得经验 或者增加百分之五十击杀蛇妖 获得金币的增益buff 张义想了想 还是直接把精血送给了一旁的风云再起 因为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影响非常大 也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增益buff 在张义面前 根本啥也不是 张义杀蛇一毛不拔 就算提高一百倍战斗收益 又有什么用 送给风云的人 张义反而还能顺个人情 最后 风云再起 将张义给的精血 献祭给了河神 得到持续一天的增益buff 提高百分之一百对蛇妖伤害 接着 风云再起 一边继续猎杀蛇妖 一边跟这边的张义聊起天 兄弟 你到底什么来头 能操纵龙皇 而且伤害这么高 张义看了眼风云再起 跟你们一样 不断追求强大的普通人罢了 风云再起笑了笑 你可太不一般了 正所谓不打不相识 交个朋友吧 风云再起 忽然对张义 发出诚挚邀请 因为上一世 在曙光城待过不少时间 张义了解 风云 更是知道 风云家族 最后为了守卫曙光城 而败在冥界手中 人凭可行 张义便欣然答应 好啊 于是 两个昨天还刀剑相向的人 就这么成了 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眼看着血池中的精血 越来越多 张义也开始期待着 血池积满的那一刻 会发生什么 按照风云再起的话来说 血池积满 和神就会现身 但是在张义看来 说不定就能得到 黑雪龙甲的胸甲 正当张义如此想着的时候 就在附近猎杀蛇妖的 风云再起 忽然间收到了一条消息 查看了消息的 风云再起 仿佛是知道了 什么不好的事情 当即眉头紧皱 随而对张义说了一句 兄弟 你继续刷着 我有点事情去处理一下 说完 风云再起 就领着风云天启 与风云变色两大副队 又召集了一帮风云家族的核心成员 急匆匆地朝着 和神种出入口方向赶去 第1400章 赤焰家族入侵 富含资源的宝地 自然而然地 会受到各大家族玩家的争夺 对于和神种这么一个 能够杀怪获取强力buff的地方 盯上这里的 肯定也不止风云家族的人 时间临近傍晚 正当风云家族玩家 正在和神种内 猎杀蛇妖的时候 外面 忽然又有一大帮人马 正接近和神种而来 根据头顶统一的ID标识可以看出来 他们是来自于同一个战队 赤焰 莫约足有几万人 在一个等级高达202级的 八转战士男子赤焰 欲火的统领之下 直逼和神种 曙光城战队榜显示 赤焰排名第五 只当赤焰家族玩家 来到和神种外 处于外围杀怪的风云玩家 有人对着外面的赤焰玩家说道 不好意思 这地儿已经满了 你们换别的地方练击吧 为首者 赤焰家族队长 并且更是身为曙光城战立天榜战士 分榜排行第八的顶级高手的 赤焰 欲火 一脸不屑的回应 怎么 这地方 写你们风云名字了 身旁 另外一名赤焰家族 胖乎乎的骑士玩家大喝道 这个地方 已经被我们赤焰看中了 实相的话 让你们的人赶紧离开 把这地方腾出来给我们 风云家族玩家 自然不会答应 人群中一个弓箭手 指着外面的赤焰玩家 说道 你以为你们是谁 你叫我们 走我们就走 先来后到的规矩 都不懂吗 话音刚落 嗖嗖嗖嗖 赫然好几只利剑从天而降 落射在说话的这个风云弓箭手身上 瞬间 将他的血条打空 紧接着 白光亮起 风云家族的弓箭手 被当场射杀 这一幕 也是激怒了风云家族的其余玩家 一帮混蛋 兄弟们 杀 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不知听的是谁一声呐喊 下一刻 风云家族无数玩家 从河神中里冲杀出来 向着外面的赤焰家族玩家冲了过去 赤焰家族老大 一身火红色铠甲 看起来实力超群的战士赤焰 浴火 嘴角上扬 冷哼一声 一群不知死活的家伙 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做成王败口 说着 赤焰 浴火滑的一下 拔起后背上的一把浴火长剑 挥剑一声令下 兄弟们 跟我一起杀进去 这个地方 我们要定了 赤焰家族玩家 随着赤焰 浴火一起发起冲锋 很快 双方玩家就厮杀到了一起 一级主城这边 并不是所有地图都富含机遇 当那些机遇地图 被某个家族占领的时候 其他家族的玩家 就只能从他们身上 抢夺机遇地图的战友权 领地争夺战 时有发生 这种情况下 只有实力者 才能得到最终的领地权 而弱者 只有被驱赶 欺压的分 双方玩家的战斗 十分激烈 战士骑士近距离交锋 刀光剑影 夹杂着呐喊与惨叫声 此起彼伏 法师射手 在后排远距离输出 无数的利剑与法球 越过前排战士骑士头顶 疯狂落射在对方玩家身上 牧师的治疗术 不断恢复着受伤队友的血量 玉兽师的魔兽 飞越天际 穿插战场 刺客剑缝插针式的攻击 身影四处浮动 天榜第五与第七之间 本质上还是有差别的 排行第七的风云玩家 论单体战斗力 还是不如排行第五的 试验家族玩家 而且 此时风云家族 并非所有的人 都在和神种地图上 因为这个地图最大 也只能容纳几万人 上面风云家族的人 也就只有三四万 而试验家族玩家 虽然也没有全军出动 来的人 却也达到风云的两倍 凭借着两倍人数优势 以及比风云略强一些的战斗力 试验家族 疯狂碾压风云家族 一边猎杀着风云家族的玩家 一边向着和神种地图内推进 甚至连风云再起 与风云天起 风云变色他们 这几大风云家族核心者赶来 也无济于事 眼看着敌人 根本抵挡不住自己这边人的侵袭 正一剑 砍死一名风云玩家的 赤验家族队长 赤验 浴火得意地笑道 就这点258的战斗力 也敢跟我们赤验抢地盘 一群废物 赶早滚出去吧 还能减少一些损失 风云再起紧咬牙关 指挥战斗 守住 别让我们的地盘 被别人抢了 然而 在赤验家族疯狂的进攻之下 风云家族玩家 终究还是抵挡不住 前阵 风云家族玩家 节节败退 曾经的风云副队长 弓箭手风云雄霸 为了将攻补过 冲锋在最前面 奋勇杀敌 结果被赤验家族的刺客 赤验 绝杀 隐身接近过来 出其不意地 一刀斩翻在地 被刺客近身的弓箭手 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赤验 绝杀将风云雄霸 打倒在地后 故意把他踩在脚底 被人踩在脚底的风云雄霸 哪里能受得了这等屈辱 咬着牙说道 要杀便杀 我们风云 绝不会被你们打败 好歹也是赤验家族 精英级别官员的赤验 绝杀 故意没有 马上杀了风云雄霸 而是有意嘲讽道 我认得你 曾经的风云副队长 居然沦落到 被贬为庶民 在风云吃了不少苦头吧 太惨了吧 不如跳槽 来我们吃咽吧 以后跟着我混 做我的狗 我天天给你胃骨头怎么样 风云雄霸怒不可饿 是可杀 不可辱 行吧 那我就送你一程 说吧 赤验 绝杀举刀 对准风云雄霸 另一边 就在风云家族 前锋玩家即将溃败 赤验家族玩家 就要长驱直入 冲进河神种的时候 吼吼吼 突如其来的一阵 剧烈龙鸣 使得混乱的战场 瞬间变得安静下来 对阵 赤验家族的玩家 一个个环顾四周 脸上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一丝慌张 刚 什么声音 龙鸣 人群躁动之时 哗哗哗 与众人头顶上空 突然撕裂开来三道结界 紧接着于结界中飞跃而出 三头等级达到206级 浑身燃烧烈火的巨龙 贳烈火的巨龙 三头等级达到207 600 河厚 二孖窗